陈哥哥 人家这个球打不进去吗 你这样叫吧好不好 天天 我手把手的教你 陈哥哥 你好厉害呀 这样就能尽了 什么情况 你在哪 我不是在教婷听打台球吗 我靠 老子马上就我吃到肉了 你结果给我来穿越这一套 还是都别的国家当质子 质子质子 说的好听是皇子 说的不好听 那不就是人质吗 陈渊 一路走好 听这声音 好像是大洲国女帝 如今 你虽长眠不息 但也逃离了 国家之争 朝堂之师 不必再受其烦扰 陈渊有些羡慕你 羡慕我干啥 对了 八国使团到访 给这位女帝出了个绝对 今日是最后几节 我是对不上 那这位大洲女帝 怕是要颜面尽尸啊 没想到居然把手机带来了 不如帮他一把 我也能好顾一下 八国使团 出此绝对 我满朝文武 竟无一人能对上 若是我大洲国凤楚先生还在 他们岂敢猖狂 琴瑟琵琶 八大王 亡亡在上 是何人在此装神弄鬼 给朕出来 你已经没死 朕的御医 已经为你把过满 你已经栖息断绝 莫非 你心中有冤屈 死不瞑目 无妨 跟朕说 朕 替你洗脱冤屈 一起安心归去 陛下 我本已进入地府 但阎罗王大人 听闻陛下有难 所以特意让黑白无常二人 拆送我回来 有这等事 莫非 是刚刚先世的凤楚先生 为你求情 让你回来的 凤楚 没听过 但阎罗王大人说我是 当事诸葛卧龙 所以拆送我回来 为陛下台优解难 那 此为何物 此乃地府的法器 阎罗王亲自 已经真是从地府归来 刚刚你对的绝对 是什么 再给朕 说一遍 痴魅王两四小鬼 鬼鬼犯鞭 痴魅王两四小鬼 鬼犯鞭 好啊 朕是无双绝对 陈渊 你先回去 朕下场 定要重重赏你 陛下 这三日期限已到 我八国使者出的对子 你可曾对上啊 众爱卿 可有绝对 早听闻这周国 可是满地大儒啊 如今一切 也不过如此 此等对子在我近过 随便找一个人就能对得上 没想到在你们周国 满朝文武 竟无一人可对 你们怎么说话呢 在陛下面前不准放肆 陛下 这对子 乃我晋国师胜 所出绝对 你大周国无人可对 也不喜奇吧 啊 放肆 你们不过是晋国的使臣 竟然敢在陛下面 亲如此狂言 那你们倒是对上 放肆 我大周国 人才极极 英雄辈出 岂会被这小小对子给拦住 儿子 真是夜郎自大 不是天高地后 都给朕听好了 秦瑟琦 他恕罪 众爱妻 此对并非阵损 而是 诸葛卧龙先生 此绝对对杖功者 字字足迹 可流传千古 这诸葛卧龙先生 怕是要比凤厨先生 更加厉害 秦泽良木而息 诸葛卧龙先生 堪比神龙 他愿意辅佐陛下 那是因为陛下 恩威天下 有大帝之子 臣能恭贺陛下 得此大嫌 平身吧 朕能用此人 振兮甚悦 黄明 你刚才不是气势汹汹的吗 去去一个对子 就说我大周王朝无人 如今 那如何讲啊 陛下 诸葛卧龙此番绝对 臣辈父 辈父的五体投地 请陛下输罪 请陛下恕罪 起来吧 尔等是外国师臣 两国交战 不斩来时 退下吧 陛下心胸宽广 不愿与尔等寄计 尔等还不拜谢 谢陛下恕罪 陛下 今晚乃是万国师会 万国的文豪齐聚京城 如果能请诸葛卧龙先生出身 为我大周王朝 争下头筹 朕已有主意 退朝 按照原主的记忆 原主身体一直都很健康 没理由一夜暴毙啊 莫非是有人暗中投毒 不行 我一定要把事情查清楚 不然的话 说不定还会中 你们能做什么 这是公子的东西 你们不能拿 臭娘们儿 给我滚开 那是什么狗屁公子 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现在这东西 是我的 我说青儿 你那公子身子都已经凉了 是回不来了 你还是乖乖从了我 嫁入我皇家大门 做宰相儿子的妾 总比跟着一个废物质子 当是你强了 我生是公子的人 死是公子的鬼 我绝对不会跟你走的 好一个真情猎女啊 我喜欢 来人 给我抓住她 送到我的府上 今天 我要好好跟她 颠乱倒风 是 谁敢耽误老子好事 是你 你竟然没死 什么 看我没死 你很失望 很少也有什么可失望的 你不过是他国质子 一个人之废物 死不死 对于我来说都没有 真远 既然你这次 有幸逃了一条狗屁 那你下一次 可更要夹着我妈做人 实际上点 就把这个小美人送给我 我看看有我在 谁敢动 一个落魄的质子 还能有这么大的鼓起 你以为你是谁啊 是诸葛沃龙吗 没错 我就是诸葛沃龙 没错 我就是诸葛沃龙 可笑 诸葛沃龙先生 是比凤厨先生 更厉害的大家 才华横溢 风骨绝燃 岂是你能强提并论 陈渊 你该不是中毒之后 得了失心疯吧 你一个被楚国皇子 抛弃的弃子 一个来我大洲王朝的质子 还敢说你是 诸葛沃龙先生 你怎么知道我中毒 少废话 今天 本公子一定要带走青了 我看谁敢 这天下除了我父亲陛下 还有诸葛沃龙先生 还没我不敢得罪的人 动手 叶将军 你来得正好 这小子招摇撞骗 胆大包天 还望叶将军出手 将他拿下 按我大洲刑律处以公训 闭嘴 刚才的事情 早已有人向我汇报 王妾你目无王法 仗势欺人 丞相大人 怎么会有你 这么混账的儿子 石像子赶紧给我滚 你 好 我走 姓陈哪 这次算你怎样 下一次 可就没这么幸运了 多谢叶将军出手相救 陈公子客气了 这是我的职责所在 我来找陈公子 是有一钥匙相商 陈公子 陛下要见你 好 那我这就去 参见陛下 无须行礼 你今早的决队 替朕解决了个大麻烦 朕赐你日后面圣 无须跪拜 多谢陛下 不知陛下找我来 所为何事 今夜我大洲王朝 举行万国师会 此举 虽是万国来朝 彰显我大洲风采 可这几年 我大洲国 从未夺得头筹 我大洲以文治国 以武安邦 却偏偏败在万国师会上 哪怕是凤楚先生 因 此事无伤国体 却犹如国位 朕希望你能相助 臣明白了 我定会助陛下一臂之力 论诗词 谁能比肩我泱泱滑下 我手记里记载了 中华上下五千年 所有顶级诗词 万国师会 在这个世界 老子就是独孤求败 你若是能为我大洲国 夺得头筹 朕会将亲王府赏赐予你 封你为诸葛亲王 并亲自为你提别 陛下放心 区区头筹而已 手到擒来 臣告退了 陛下 此次真的能行吗 这尘渊为人虚服 恐怕难以担起重任 那不如让你去 陛下 臣之董领兵打仗 哪有这等才能 尘渊此人深不可测 他之前为求自保 韬光养贵罢了 他竟有如此诚服 不错 他昨夜经历生死 才开始崭露头角 因为他是个聪明人 知道只有得到朕的庇护 才能保全平安 所以朕相信他 走吧 起驾 万国失会 主位 这便是我晋国师盛 赵林先生 这位便是那位师盛大人 师盛大人前不久 一首七言绝句 独霸令人回味无穷 欲满精华呀 此番赵先生都出山了 恐怕这头筹之位 又是晋国的了 先生此番前来 犹如浩月当空 我等只是吟吟烛火 实在是无法与先生争辉呀 诸位不必多礼 头筹什么 只是一番虚名 老朽并不在意 此番前来 只是与诸位 以文会友罢了 先生请坐 晚辈等之前 只能拜读先生大作 如今终于能亲眼所见 还望先生献作诗一首 让我等晚辈 瞻仰学习 老兄提议甚好 恐怕这次又有几首大作 流传于世 先生 您看 我来参加万国失会 自然是来作诗的 各位请出题吧 先生 你看今夜月圆当空 不如就以月亮为题吧 好 那就以月亮为题 金风玉露 共徘徊 未奉慈母 特地来 碧月圆时 瞻月像 湖天深处 视天台 好诗好诗啊 以月为题 却能勾出私母之情 此番文字可谓 胆天动地啊 自古以来 用月亮作诗的 无数人 可是能跟赵先生相比的 寥寥无几啊 此事甚好啊 怕是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 诗位谬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诗词 也值得被你们这么吹跑 这种上不了台面的诗词 也值得被你们这么吹跑 什么人竟如此大胆 敢在师生面前大放厥词 无知之徒 竟敢妄议大家之作 简直可窍至极啊 你还是回去多读几本书 再过来卖弄啊 诗圣子作 文字工程连贯 虽说说的是月亮 但写出来慈母之情 我等问之 无不感动落泪 一个黄口小儿 竟敢质疑诗圣子 我以为是谁如此放肆 原来是那个冷落无能的 楚国质子 我说你一个区区质子 不在质子府里待着 竟敢来这参加万国诗会 一个被楚国皇帝抛弃 在这当人治了世子 也敢评判时生 你以为你是谁啊 诸葛卧龙吗 如果我说我就是诸葛卧龙 什么 诸葛卧龙先生才华横溢 满腹经纶 就连刚刚先世的凤厨先生 弄理不上 一个楚国的质子 俺敢冒充诸葛卧龙 今日聚集在此 都是各国文好 还是快走吧 不要在这里一笑大方 这楚国有你这样的质子 只是丢进你们楚国的脸 无妨 你既然说你是诸葛卧龙 那不如你也以月为题 作诗如何 放心 我可以给你一炷香的功夫 容你慢慢思索 不用 就做这首诗 还需要想吗 小二 上酒 好 花间一壶酒 独卓无香气 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对影成三人 这个举杯妖明月 对影成三人 这区区十字 便刻画出千古苍凉 这好像 还真的比世上的好啊 千古以来 写月的人不计其数 此事 怕是无人能出其右吧 但凭他这样一个废物质子 怎么可能做出这种千古明具 怎么样 我刚刚说他的诗上不了台面 我没说错吧 我还以为是什么呢 这只不过是我当年涂鸦之作 没想到 却被你背下来了 原来是师盛的作品 我就说你一个区区楚国质子 怎么能做出如此之好作 没错 如此惊天地气鬼神的诗句 那必然是师盛大人所作 你竟敢冒充 你们楚国 都是如此不知廉耻之徒吗 哎 你这个老逼灯怎么那么不要脸 这事明明是我刚刚做的 你怎么有脸说是你做的 放肆 你刚才冒充诸葛沃沃龙先生 现在有辱骂师盛 我看你胆大抱天 罪大恶极 行 反正陛下待会就 他自备证明 我就是诸葛沃龙 哈哈哈哈 你可真是笑死我 你说你一个区区楚国质子 连面前陛下的资格都没有 还敢说让陛下给你证明 来人 把这个废物给我打出去 陛下驾到 参见陛下 参见陛下 陈渊 你好大的胆子 陛下驾到你竟然敢不贵 就连楚国皇帝见了陛下都要毕恭毕敬 承渊 逆而不贵 这分明是大逆不道 没把陛下放在眼里啊 陛下 此子刚刚在辱骂我敬我师盛 还用师盛救所 冒充诸葛沃龙先生 如今见陛下而不贵 实在是大逆不道 狂备至极 还望陛下 重重诚挚 都给朕住嘴 今日乃万国失魂 各方文豪齐聚 而等如此喧哗 成何体统 更何况 陈渊乃是 陛下 朕还有些事要处理 你们自便吧 陈渊 随朕来 是陛下 这天下谁人不知 陛下对诸葛沃龙先生 尊敬万分 这陈渊不知死活 竟然可冒充诸葛沃龙先生 此去怕是回不来了 回不来也好 这世间少了一个祸害 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怪不得别人 如位 不要因为一个非物质子而影响心情 大家快坐 坐 王大人说的是 赵先生 我等晚辈继续向你讨教 你之前的旧座 可谓真是惊天地气鬼神啊 随意涂鸦而已吧 不知一提 即时已到 万国师会正式开始 放肆 你怎敢与陛下当面而坐 还不快起来 叶将军 朕特许陈渊在朕面前 无需拘泥于君臣之道 你先退下吧 是 朕刚刚在大众面前没有表露你的身份 你心中可有怨言呢 臣知道陛下有苦衷 并无怨言 哦 你知道 那不妨说来听听 陛下雄才大略 心怀天下 虽是女儿之身 但其事之盛 不输难了 普通人做事走一步看你 而陛下做事 走一步 却能看百步 我本是楚国的质子 若是让大洲的百姓知道 万国师会上出风头的 是一个楚国人 那必将引起 大洲的人坛动物 反之 则会激发百姓的学习之风 丽与陛之间 陛下选择了利 所以陛下并不想暴露我 没想到 你心思竟如此缜密 是朕之前想瞧你 没错 你所说之言 也正是朕心中所想 那万国师会 你有几分胜所 十分 他怎么会如此自信 难道他真的是文曲星将士 来辅佐镇堂 陛下 即时已到 二十分下 广界三年 分别以春夏秋为题 那今年 便上映冬季 以雪为题 陛下有令 本界万国师会有本官 以雪为题 诸位 请开始吧 哦 这夏日作雪 倒也是一桩妙事 不过先生在此 无等晚辈不敢造此 还是先生先来吧 此乃贵国宝地 老朽自然不能宣兵夺主 还是诸位先请吧 先生所言极是 总是先生先作诗 那我等恐怕就无言面再作诗了 那晚辈就先丑了 稍后还请大人不吝赐教 天下文人 乃是一家 谈不上赐教儿子 不过切磋而已 大人 诸葛先生已经以雪为题 做好了一首诗 拿去 让楼下那帮鼠辈掌掌见识 我等才刚刚够死 还未曾有头绪 这诸葛卧龙先生 竟然已经写好了 这不愧是比凤厨先生 更加厉害的存在 快读读 以折断竹子的声音 来形容大雪 此番比喻精彩绝伦 妙妙妙妙 不愧是诸葛卧龙先生 文思泉有才思敏捷 千年才会出现一味 诸位 这首诗的确不错 可并非诸葛卧龙先生 刚刚所作 而是 《诗盛》于年初冬日 所完成 在下 有幸拜读过 你们大洲 倒是有趣啊 没想到 对老朽的诗 颇为了解 无论是 楚国质子 还是诸葛卧龙先生 竟然都读过老朽的诗 只是如此用 怕是被天下人 诗笑了 诸葛卧龙先生 天资非凡 又不要开这种玩笑 请诸葛卧龙先生 拿住真材实学来 诗仙欲满天下 诸葛卧龙算什么东西 只要我一口咬定的 抄袭再现 所有人都会试试我 就不信 他还能做出 如此绝妙的诗词 没有想到 这诸葛卧龙先生 竟跟那个废物 至此一般 只知道抄袭 实在是令人喊言 大人 请替我转告给 诸葛卧龙先生 这万国师会 万国文豪君子 这诸葛卧龙先生 如此做法 岂不是给我们 大猪王朝丢人吗 还请诸葛卧龙先生 好好思思一番 否则哗众取宠 一笑大方啊 什么 这老东西 脸皮可真厚 竟然又说 是我抄他的 行 老东西 给我等着 陈渊 你与朕说实话 这是 陛下 这诗当然是我做的 不过 他既然说 是我抄的 那我就把这两首诗 赠给他 我今天要让他看看 什么叫做 真正的文圣 你这是 陛下 这是阎罗王赠予我的法器 可将我心中所想 映射其上 这法器竟如此厉害 也就是说 这些诗都是你做的 难道先生 是文曲星在诗 文曲星 陛下 你也太小看尘了 尘乃当代文圣 区区跳梁小丑 也敢冒乏 陛下 你就等着看好戏吧 这诗葛卧龙先生 只知道班罗师圣之作 如今被人揭穿 他是再也做不出来了 可来今日诗会 投仇者 被先生莫属 那是自然 我晋国师圣 自幼饱读师书 同时数位大师 满腹经伦 绝妙文章 天下谁人不知 谁人不幸 更何况区区投仇 大人 诗葛卧龙又做了一首新诗 什么 这么快 这半斩茶的功夫不到 又做出了一首 只怕 是被人尖刷老底 恼羞成怒 为了证明自己 随意写得 确定比不上先生 大家 不必心急 就让咱们看看 如可卧龙先生的新作吧 大人 请 墙角树之雷 灵寒独自开 摇之不适取 唯有 暗相来 这短短片刻 竟又是一首名诗 尤之不是雪 唯有暗相来 这即便是在夏日 我也能闻到 梅花淡淡的清香了 这真是诸葛卧龙先生所做 还是 是诸葛卧龙先生 老朽的诗集中 共有十首写雪之诗 这诸葛卧龙 大人 诸葛卧龙先生又有心痛 大人 诸葛卧龙先生又有心痛 风水地白草场 大人 诸葛卧龙先生又有心痛 诸葛卧龙又有心痛 夜春风来 今世万首梨花开 又有心痛 只停餐进周末 一世梨花走也开 诸葛卧龙先生又有心痛 雾枝停下今朝路 一世梨花昨夜开 诸葛卧龙先生又有心痛 等等等等 你告诉诸葛卧龙先生 不要再写了 已经过白诗了 够用了 是 日暮苍山远 天寒白乌贫 柴门 文犬废 风雪 夜归人 这出口诸葛卧龙先生 莫非是文娶星下凡 这白手写雪之诗 每一手都是传承万事之作呀 是 刚才我们还在怀疑 诸葛卧龙先生抄袭诗圣之作 可如现在看来 必不是如此啊 诗圣刚才说 他有十首写雪之诗 可是诸葛卧龙先生 在短短的时间之内 写出了近白手的佳作了 这是否为抄袭之作 一目而言 你是我大洲王朝 诸葛卧龙先生 抄袭你的作品 这白手诗 都是你的作品吗 这 诸葛卧龙先生的神龙转世 有苍天必有 又得陛下赏识 即会抄袭你的作品 如果你真的有本事 你现在就做出一首诗了 与这白手诗其间的话 那么 今日头朝之位 还是归于你 如何 大人 今日的诗会 是以文会 你何必剑拔弩张呢 老朽做诗有个习惯 什么季节 做什么诗 如今正至夏日 我写不出冬日之学 好 本官就帮陛下改题 以下为题 先生你看如何 来人 大人 告诉诸葛卧龙先生 改题目了 以下为题 是 陈渊 你可有把握 陛下 不管他与什么为题 今日头朝 臣必帮你夺回 这有何难 文宣无竹 被其轻 大人 诸葛先生 写出来了 天哪 这诸葛卧龙先生 也太厉害了 刚刚写了 白少 以血为题的事 如今以夏日为题 竟然又这么快写出来 我等刚刚还怀疑 诸葛卧龙先生 这是汉言呀 大人 快读 别愿深深下席清 十六开遍透联名 树荫满地日当务 梦觉流英 十亿生 稍等片刻 我经过师生 也能做出如此好事 大人 诸葛卧龙先生 又写出来了 诸葛先生 又写了一首诗 诸位 诸葛卧龙先生的诗 我就不一念 诸位 请便吧 绿树阴农 夏日长 楼台倒影 入池塘 妙 果然妙 以后 看来我们就不要做师盛了 还是乖乖地做个小学徒吧 我等有幸参加万国诗会 能够败读诸葛卧龙先生的大作 真是三生有幸 死而无憾啊 师盛 诸葛卧龙先生又做出了整整一百首诗 你的那首呢 我 莫非 这一百首 又是抄袭你的 这 什么师盛 看来也不过如此 给卧龙先生提鞋都不配 我猜呀 是诸葛卧龙先生的第一首诗 那就是诸葛卧龙先生所错 只不过呀 这老东西 臭不要脸 硬说是他自己的 不必疑虑 必是如此 寄生赵 何生龙啊 师盛 寄生赵 何生龙啊 师盛 师盛 能不能把诸葛卧龙先生请出来让我们见一见 是啊 如此大家 我们能亲眼一见 也算不枉此生了 诸位实在抱歉 诸葛卧龙先生 为人待遇 不愿抛头露面 先生说 此次诗会 以诗会 以闻见面 诸位 怕是见不到 这不愧是诸葛卧龙先生 若是我能有如此文采 他早就到处宣扬 让你要不已了吧 是啊 一心学习 不图名利 我等 实在是汉眼啊 这才是真正的世外高人啊 大人 这师会也不必再比了 这头手 非诸葛卧龙先生莫属的呀 此番师会 定会流芳千古 前无古人 后无来程 以后的诗会 若是没有诸葛卧龙先生在 他是要索然无畏了呀 是啊 这诸葛卧龙先生 定会愈满精华 此次诗会 他当属第一 好 既然如此 那榜官宣布 本届师会 拔得头筹者 为诸葛卧龙先生 我等 愿不进行为 诸位 万国师会结束 此番师会 拔得头筹者 乃是我大周王朝 诸葛卧龙先生 这些 便是诸葛卧龙先生 在诗会上做的诗 你怎么 别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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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起的天上 一眼龙熊碧 镜日和花 别样红 天哪 这世间竟有 如此绝美的句子 诸葛卧龙先生 在早朝天 对上了八国使坛的绝对 且如今 又写了二百多首诗 他就要名阳四海了 是啊 好 没想到老夫有生之年 还能看到这么多 惊世之作 马上 将诸葛卧龙先生 这两百首诗词 全部 抄装成书 一个人 必须 全部背诵 诺 把那些狗屁圣人的书 全部给我扔出去烧了 以后 这间师圣堂 只存放 卧龙先生的书 恭喜陛下 我大周王朝在万国实惠中拔得了头筹 好 这一次 朕真的是要多谢你 陛下 分了那只事 不敢同心 你既然帮朕拔得头筹 大阵之前答应你的事情 自然也要做你 传朕旨意 封陈渊为诸葛亲王 赏亲王 陈渊所作所有诗句 以金策印识 存于御书房 是陛下 多谢陛下了 亲王府明日才能背后 你今日先与朕同车回宫 是 朕自小在南书房读书 读过不少大家之作经典之语 但若能真的比得上先生的 还是寥寥无奇 就连那之前被奉为国师的凤厨 与你相比 也是相差万里 陛下谬子 只是臣小时候读书 喜欢以万物为题作诗 这才慢慢练成罢了 哦 以万物为题 那这世间万物 你都可以以此为题作诗 当然 陛下若是不信 臣可以以陛下为题 作一首诗如何 以朕为题 好 那朕便要洗耳恭听了 嗯 咳咳 痰员 一场花响 春风拂剑 筑华农 若非群玉山头剑 会向摇台 月下风 陛下 陛下 先生 却有如此文才 明明可以在楚国 大有座位 可为何偏偏愿意屈居人下 来我大洲做质子 君民成贤 才能创盛世 楚国的皇帝昏庸无能 奸臣当道 远不及陛下的明察秋毫 内政休眠 所以我呀 也可以说是 良寝则目而息 陛下 质子府到了 好 那这明日 就派亲卫军 保护你的府邸 之前的事情 不会再发生了 日后 也无人敢加害于你 那多谢陛下 臣就先告退 这乃是当今陛下的前邸 是陛下还是公主时的所住之地 之前挂的是龙前之地的牌匾 现在怎么换成 卧龙之府的牌匾啊 诸葛卧龙先生 你都不知道 他不仅在 朝堂之上 对上八国使团的绝号 更在昨夜万国师会 大逢异彩 做出整整两百首船使之作 为我大洲王朝 拔得头筹 哦 那定是陛下下令 将这前邸赏赏赐给卧龙先生吧 天下 也只有诸葛卧龙先生 有资格助长 二等都给我闪开 当初在下 黄大人来了 还不赶紧让路 这宫主府 紧挨着皇宫 龙气蓬埔 外山来时 须先拜见宫主府 再须面见陛下 且如今这宫主府 赏给了诸葛卧龙先生 真是 献煞旁人呀 父亲 这诸葛卧龙先生的大作 儿子昨夜已经拜读过了 每首都是绝皮 陛下能够如此生死 也是情理之中啊 嗯 待会儿见到诸葛卧龙先生 一定要小心做事 小心说话 万万不可得的 咱们谋划之事 若是能得到诸葛卧龙先生相帮 可保万无一失 不小心 儿子自会相信 哎 你们俩来我家干什么 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 这可是诸葛卧龙先生的付钱 你一个区区质子 连给陛下釜底扫台阶的资格都没有 还敢说这是你家 陈渊 你虽然是楚国的皇子 但是得罪了诸葛卧龙先生 若是传到陛下的耳朵里 怕是小命难跑 我劝你 还是赶快离开吧 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啊 有什么样的爹 就有什么样的儿子 你们父子俩可真是一秋之鹤 怎么 狗眼看人低 是你们皇家的遗传病 放肆 我父亲乃是当朝宰相 这更是在诸葛卧龙先生的付钱 你竟然敢如此口出狂言 陈渊 我本想饶你不死 既然如此 让我马上上书给陛下 重重地惩治你 这皇宫之外啊 怎么有两只狗在外面狂飞 吵死了 术子 你好大的胆子 竟然敢捉满我父亲 前儿 你是宰相之子 皇家未来的族长 一定要心胸宽广 莫与这般蠢货一般见识 是 父亲 这家伙竟然还想敬服 真是死到临头不自知 他只怕很快 就问被侍卫扫地出门 是怎么可能 他怎么进去了 一定是他之前冒充诸葛卧龙先生 先生老怒 把他叫过来受罚 只是可怜啊 他还以为是什么好事 怕是出不来了 甚是 咱们一起去吧 站住 此乃诸葛卧龙先生府邸 吴先生之令 谁也不得入内 郑大你的狗也看清楚 这可是当朝的宰将 你不过一个小小的护卫 竟敢阻拦宰将 我乃陛下亲位 只听陛下与诸葛先生之令 你们若敢强行闯入 最通谋逆 你个混蛋 这可是陛下的亲位 这尊王命 竟敢冒犯 哈哈 臣子不懂事 我二人今日前来 是来拜见诸葛卧龙大人的 还望通报一声 先生说了 今日谁也不见 回去吧 可刚刚那个质子不也进去了 你 父亲 就算那诸葛卧龙有雄才大略 可他无权无势 父亲你好歹也是当朝宰相 使家至少 他竟然敢不给父亲面的 太胡说死了你的嘴 能得陛下重置 减在地心 可比这宰相之位重得多 也许因为 诸葛卧龙先生 今日要承慢了陈渊 不想面见他人 咱们暂且回去 好好地准备一份重力 待日后 好好地过来 结交这位卧龙大人 公子你可算回来了 千儿不必担心 陛下已派亲卫保护咱们 以后不过这 太好了 能让陛下派亲卫保护 公子你真厉害 这把护衣进来 大人 不知您叫我来 做何吩咐 派人去盯着皇家父子俩 看看他们到底都去了哪 是 公子 为何派人盯着他们 我中毒之事 说不定就是皇家父子干的 竟然是他们 他们不禁抢诺公子的东西 还想霸占我 更毒害公子 简直太过分 清儿不必生气 用不了多久 我会和他们 新账旧账一起算 大人 属下跟随皇大人 发现他进入巨贤酒楼 正与晋国使者 王明相谈 晋国 王明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公子 晋国乃与外八国之首 一直和大舟不合 虎视眈眈 边境多有冲突 皇大人乃是当朝宰相 怎么会与晋国使者 如此密切 当然是狼子野心了 他们为什么给我下毒 我已经有答案了 不过 还需要亲自验证一下 来 我敬您 黄大人 你之前答应过我 杀了那楚国之子陈渊 可如今他活蹦乱跳呢 这件事你该如何解释 黄大人 先不要动怒 那小子不过是巧幸 捡了一条狗命而已 不过是个废物罢了 大不了 杀了一次 黄大人 那我便再信你一次 晋国早已准备好 只要那智子一死 我们就挑拨离间 大舟和楚国开战 到时候大舟与八国联军 坐收云翁之力 灭了大舟和大楚 黄大人放心 上次下毒并未成功 这次我派杀手 举他向上人头 看他还怎么活 那我就预祝黄大人成功了 不过 黄大人 答应我的条件 可别忘了 黄大人真是信不过我呀 陛下早就对我下了秘职 事成之后 上黄大人亲王之位 封地江南 誓邪网替 那可是江南最好的地界 黄某就在此先行谢过了 是你这个废物质子 我和黄大人的谈话你都听见了 没错没想到当朝宰相竟然和靖国联合对我大舟发难 要是陛下知道 你俩可没命活着离开京城 哼 你听到了又能如何 你有没有真凭实据 我乃当朝宰相 你不过是一个楚国的非无至己罢了 你觉得陛下会相信你还是会相信我呢 谁说我没有证据 这是阎罗王亲自的法器 可观魂射破 记录你们的言行举止 记录你们的言行举止 黄大人 正如你所说 这废物质子疯了 拿一个不知道什么做的破砖头 竟然说能记录言行举止 这世界哪有如此神奇之物啊 黄大人 怎么样 我之前就说过 杀他如杀狗 请而易举罢了 这次你相信了吧 信了 你我就算当着他的面密谋 那又能如何 他说的话 谁会相信呢 黄大人 你我继续谈 我必裂坏他 别招杰王大人 今日我心情特好 好好地陪他戏耍一番 陈渊 看来诸葛卧龙先生心胸宽宽 并没有要你的狗命 不过老夫可没有先生那般胸怀 用不了几日 我就会送你上你地府 到时候 你就好好的抱着你这破法器 上路吧 看来宰相大人 对诸葛先生甚是推崇 那如果我告诉你 我就是诸葛卧龙 你敢动 果然是疯了 此时此刻还说疯话 那诸葛卧龙 昨夜半个时辰 就做了两百首诗 如今 已入住陛下前邸 你这个废物质子 怎么能相提并论呢 对了 你不是说你这个破东西 录下了我二人的烟灯举止吗 好啊 我二人正好想看看 你这个破东西 到底有多么的神体呀 好 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 公子 我可算找到你了 陛下找我 好 那我马上过去 今日真是大开眼界呀 连偷偷的理由都找好了 还说陛下找你有事 一个楚国皇帝昏庸无能 是百年一月的昏君 生着我的儿子 又有什么好东西 陈渊 你快去面圣吧 省得去晚了 陛下打你的板子 不过去之前呢 一定要问好路 千万别走进了茅房 毕竟啊 你之前只是住在质子府 根本不知道 陛下的兴庆宫在哪 去往兴庆宫的路怎么走 我自然是知情 可你们皇家的路 怕是走不远了 区区一个质子 竟敢在老夫面前大放厥词 皇家乃是大洲第一世家 就算是王朝会更迭 我周家也会永远不倒 话别说得太满 省得到时候脸太疼 你 王大人匈奴 他蹦打不了几天了 何必为一个死人斗目呢 王大人说得没错 来 咱们不能因为一个废物 还坏了咱俩的心情 说得好 陛下 您找我来是有什么事吗 听闻你昨夜 和宰相黄润斌 在酒楼争吵 何有此事啊 没错 陛下 这位宰相狼子野兴 陛下你不得不防啊 此话怎讲 陛下 这是阎罗王赠予我的法器 可观魂射破 记录下人的言行举止 陛下先看 坐守渔翁之力 灭了大昼和大冲 不死 朝廷宰相 竟与外奸苟起 弃民百姓于水火之中 习罪当住 陛下息怒啊 其实朕心中清楚 皇家乃是世家之首 世家体大 牵一处而动全身 如若贸然处置皇家 恐怕天下世家 会群起而攻之 届时天下大乱 又有外敌虎视眈眈 怕是难以收场 陛下 按照您所言 此次找我来 是为了世家的事 不错 朕此次找你前来 确实是世家一事 昨夜先生博得头丑 使我大洲境内 无数学子无比振奋 朕决定开举科考 只是 这科考 往届都是为了 给朝廷选拔治国利器 但那些世家之人 会借此机会 暗中安插自己的人 那些世家 在民间大量收买学子 让学子进入朝塔 成为世家之人 朕想请先生 以卧龙诸葛之名 号召学子 替朝廷办事 尽造完语 根据原主解语 这个世界的科举 与所熟知的古代科举不同 是在其他的时候 选拔优良的民才 在同时 来到京城参加电视 仅需一场考试 选拔出人才 那我就帮帮他 陛下请放心 此事包在我身上 先生竟然有办法 可以分清 那是什么办法 自然是以世家为题 若是以世家利益为主 则是世家弟子 若是以国家利益为主 则是中军之人 陛下到时便可一目了然 先生此法果然绝命 只是出题不能太过漏股 避免打草精神 不如劳烦先生 替朕在此次会考 出题如何 好 先生果然厉害 此题出的绝妙无比 论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 乃是柯卫王朝心腹大管 更是世家利益所在 世家子弟 便会拼命维护 可若是民间学此 他们深受其害 定会抨击 先生 真是直击要爱 叶云 马上将此题封存 作为会事主题 是 黄润斌此人狼子也信 现在虽不能大逞 但可以小尽 传旨 此黄润斌孝惊一策 让他这几日不必上场 在家中好好阅读后 再来见朕 遵旨 不愧是一方女帝啊 孝亲并不是教人 如何孝顺父母 而是让人忠君爱国 这番敲打 黄润斌怕是要睡不着喽 皇兄 朝中传来消息 何君在即 我兄弟此次前来 我皇兄多多照顾 是呀 我等世家之中 只有皇兄身居宰相之位 位高权重 这科举之事 还要全部仰仗皇兄啊 你我共为世家 同气连之 只是这科举 乃是为朝廷 选拔治国利器 由陛下亲自主持 我怕是插不上手啊 皇兄 我们知道你为人青年 不惜财物 但身为宰相 管理这么多人 总需要一些人情 哎 这是我兄弟二人 一点意思 不多 皇兄留着 赏子下人吧 哎呀 是啊 皇兄两袖清风 清贫如水 令人敬佩 这些银票 可不是我们二人 贿赂皇兄 只是我们心生敬意 略表心意 你说你们两个 咱们三人相交多年 这又何必呢 不过 我也不能服了 你们二位的心意啊 那我就 却知普攻了 哈哈哈哈 皇兄 这是我们两家 勉强用得上的 一些子弟 还望皇兄 招服一二 放心 小事一桩 此次 乃是新朝第一次科举 五位丞相 陛下 必会命我 作为主考官 你们两位的事情 不过是我 一句话而已 哎呀 那就多谢皇兄吧 客气客气 啊 黄润兵接旨 哈哈哈哈 这必是陛下 命我作为主考官的圣旨 两位人凶手后 我去去救回 皇兄 您请 哈哈 凤天承运 皇帝赵曰 朕查爱臣 黄润兵 几日辛劳 特赏沐浴七日 孝经一卷 供你这七日 闭门好好品读 朕七日后 找您问话 亲此 这 这 黄大人 还不赶快接旨 是 臣接旨 六公公 这科举马上就要开始了 陛下为何命我闭门读这孝经啊 陛下的意思 奴婢不止 六公公 那科举的主考官是谁啊 陛下刚刚下旨 主考官乃是诸葛卧龙先生 王大人 属下要回去复命了 告辞 黄兄 陛下这道旨意 来得可真够快的呀 恭喜黄兄成为会士主考 这可是新朝首片刻 这批学子 都将成为朝廷的中流砥柱 黄兄为主考 日后便是这些学子的恩师 黄兄未来一片坦途啊 是 嗯 那个 我这里还有一些事情 二位先请回吧 黄兄定是为了会士主考之事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斗辞 黄兄 一定要记住我们二人嘱托之事 还望黄兄多多费心 啊 放心 小京讲的是中军爱国之道 陛下为何突然给我下这么一道旨意 莫非是那废物沉渊 偷听我和王明之事 不 不对 一个区区的质子 连面上的资格都没有 定是我那匿急 只仅在诸葛沃龙府前口出狂言 辱骂侍卫 惹怒了先生 所以陛下 才做出成绩 只会给我惹麻烦 来人 老爷 皇前呢 少爷和几个世家子弟 出去了 马上把那聂处狗叫回来 是 此方可考 黄兄必定名列皇榜 头甲三远 到时候 黄兄与叔父 同朝为官 说不定 以后一门双彩相 实乃万事美谈 像黄兄这样 才早应议 满腹净轮之人 当一个宰相 还不轻轻松松 二位仁兄 你们不也一样 会位列皇榜 这做官荣誉 当宰相 哪有那么容易 对于我等来说 自然是千难万难 不过 对于黄公子来讲 是轻松如喝水一般 那是当然 皇家可是大洲王朝的 顶级世家 皇兄以后 可是要继承家业 黄兄 到时还望念及 我们兄弟之间的 同袍之气 做了宰相之时 多提携提携我们二人 好说好说 张兄 我让你去做江南沿岛 那可是最肥的肥差 李兄 你酷爱兵法 我让你做大将军如何 那我就先行歇过了 黄仔江 小事小事 来 有酒吗 有 想不到 这京城之中 竟有长相如此绝美之人 那不是楚国赤子陈渊的 天生婢女轻啊 那位就是模仿 诸葛沃龙先生的陈渊 这个女子 着实漂亮 黄兄如果看上了 给她 确实也是来瞎了 没错 只有黄兄 才配得上 长相如此绝美的女人 黄仔 不如我们帮帮黄兄 让她金宝提名 动防花竹 好啊 别着急啊 我看这烈日炎炎 你这满身大汗的 正好黄兄 想约姑娘过去聊一聊 不如 陪我们过去 休息便可如何 你们是什么人啊 你们要干什么 让开 哎 姑娘 别急着走啊 我知道姑娘 乃是楚国人 那个楚国质子 陈渊的婢 在这异国他乡 守着这么一个废物 怕是不好过了 我过得很好 不需要你们操心 我家公子 也轮不到你们平叛 姑娘 这时候 就别替那个废物说话 楚国是弱 陈渊这个质子 也怕是招不保息 姑娘 也要为自己考虑考虑 姑娘 今日我兄弟二人 可是要送给你一场大骚话 俗话说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像姑娘这么倾国倾城 风度翩翩的人 当只有皇兄这般精彩绝艳之人 才配得上 二位仁兄可当真是谬赞 在我大洲王朝 也只有诸葛沃龙先生当此夸赞 我们还差一些 皇前 怎么又是你啊 你骗的姑娘还不少吗 还想把手伸到我这儿 你是做梦 我说过 无论生死 我都是我家公子的人 娶娶一个婢女 也敢在此放肆狂言 科举在即 我等可是即将进入朝堂之 乃朝廷命官 与此好意相告 不听劝 真是找党 皇兄可是皇家之人 皇家可是大洲王朝的顶级世家 皇兄更是要继承皇家家族 以后也是要卫裂朝堂宰相 你能嫁入皇家 是你三生修来的福分 你别不知好等 来人 给我把他抓了 是谁家的三条疯狗没拴住 跑出来咬人呢 公子 您可算来了 千万别怕 这三条赖皮狗 还咬不到 我说怎么大街上这么臭 原来是你们三个 都已经这么臭了 还不回去好好洗一洗 出来丢人现眼啊 你是什么人 好大的胆子 竟敢辱骂朝廷命官 他就是那位楚国质子 冒充诸葛卧龙先生 来我们大洲王朝 做人质的陈渊 原来你就是那个不学无术 胸无点窩的废物 来得正好 皇兄看上你的婢女 我劝你还是乖乖把你的婢女交出来 否则 等皇兄当上宰相 有你们好受的 客举还没开始呢 你们就敢口口声声说 自己是朝廷命官 我等乃是世家之人 进入朝堂 就如喝水一般简单 反倒是你 一辈子只能做一个嫁妥的质子 行了 咱们不用和他废话 赶紧把你的女人交出来 你们这是想当街抢人呢 没错 老子就抢了 你能怎么样 我父亲可这当朝宰相 而我 马上也会在科举考试中金榜提名 未来更会继承我不仅宰相之位 抢你一个小小的婢女 算得了什么 别的我不敢说 但你一定当不上宰相 因为你连科考都考不上 你去去一个楚国质子 竟如此狂妄 真是好大的口气 皇家乃大洲世家之首 就算是陛下 也十分尊重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评判皇家 这里是我们大洲王朝 不是你们楚国 就算是你们楚国 你那位老迈昏溃的父皇 也不敢得罪我们世家 更何况是你这个废物 承远 你要是诸葛卧龙先生 说这话还有几分分 只可惜 不是 你个无配 我说了 我就是诸葛卧龙 你跟你父亲都有一个毛病 那就是狗眼看人低 我劝你啊 少喝几两黄汤 回去找个老中医 好好调调眼睛 昨夜时会 诸葛卧龙先生 可是代表我大洲王朝 拔得头筹 我可是连夜 拜读过先生大作 字里行间皆是妙的 像你这样 提笔不能行文 落笔不能作诗的鼠辈 也敢自称诸葛卧龙 虽然我们未见过 诸葛卧龙先生 但想必先生 也是风度翩翩 龙行虎步 那像你这样 有一点像先生 二位仁兄 不必与他借交 承远 你既然说你自己 是诸葛卧龙先生 那不如当众做诗一首 证明一下自己为好 黄兄此题甚好 只怕 某些金玉其外 败去其中的蠢货 仓皇而逃啊 好 本大爷今天就赏你们一首 竖起你们的狗耳 都给我听好了 千锤百炼 一根针 一颠一倒 不上心 眼睛长在屁股上 只认衣冠 不认人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见诗骂人 我可没说 我骂的是你们三个 你们仨干嘛 对号入座 那岂不是自己找骂了 诸位老兄 你们说 我这诗做的如何呀 好诗 此诗虽然看似粗笔 浅显易懂 但却用极为浅显的道理 说出以貌取人 真是极嘲讽之能事 绝妙 老兄说的不错 眼睛长在屁股上 只认衣冠不认人 初听太过简陋 但细细品味 回味无求 这首诗当真是千古诀骂 杀人不尽血 虽不是昨夜诸葛沃龙先生 那般阳春白雪 但也可流传千古 陈渊 我承认你这首诗做得 的确不错 但凭你 绝对做不出这么好的事 我知道了 一定是上次沃龙大人 叫你闲去 你偷听到 原来如此 我就说这种 一针尽血的诗 岂能是你能写出来的 你个质子真是废物 用他人的诗 去辱骂我们 此举 也真是令人发笑 陈渊 你之前冒充诸葛沃龙先生 先生宽宏大量 并没有与你计较 如今 你竟敢抄写先生的大作 你怕是死期将至 切不出诸葛沃龙先生 就算陛下 得知你行如此狂奈之事 便不能轻易饶你 陈渊 我还真是佩服 能同时得罪诸葛沃龙先生 世家 还有陛下 要是我的话 就应该先想想 应该埋在哪 我什么时候死 用不着你们操心 你们还是多操心操心 自己的事 因为你们世家 恐怕是见不到那天喽 黄望 我的世家义里千年不能 岂是你一言就能断绝的 这分明 就是被沃龙击穿 老修成怒 开始乱咬了 陈渊 等科举考试之后 我们入朝为官 必会在朝堂上 好好招待你 到时就看你 能不能受得了了 行了 我没有心情与你废话 快把清儿交出了 我今日 正想好好与清儿 促膝长谈 我叫你妹呀 我叫 陛下刚刚下旨 要惩治你爹黄润斌 你呀 还是赶紧回去看看 放心 我父亲乃是当朝宰相 陛下的左膀右臂 陛下怎么可能 承证我父亲 不好了不好了 家里出事了公子 老爷叫你回去了 家里出事了公子 老爷叫你回去了 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来告诉你吧 你父亲狼子野心 被陛下察觉 陛下罚你父亲 闭门七日 好好品读孝经 学识如何 忠君爱国 陈渊 不得不配 你的脸皮可真是厚 不管我父亲遭遇何事 那也是陛下下的旨意 你又怎么会知道 就是 你如果真的是 诸葛沃龙先生 也就算了 只可惜你这个废物 只是一个质子 没资格知道 黄大人为国为民 大家有目共睹 就是黄大人 哪里做得不对 陛下 也只会略成小剑吧 可举在其 黄大人必是主口 陛下 怎么可能会让他在下读经 我说过 会事的主口官是我 而不是什么狗屁黄大人 数子 你还敢狂辈妄言 我父亲贵为宰相 为大洲众师家之首 就算诸葛沃龙先生来了 也要礼让三分 他必然是科举主口 身为科举主口 怎么可能会在科举期间 闭关弄精 你来说 到底出了什么事 陈渊 竖起你的耳朵听清楚 公子 这怕是不太好吧 有何不好 快说 陈下有指 让老爷沐浴七日 品读孝经 此次会议主口是沃龙先生 并不是老爷 这怎么可能的 这怎么可能 叔父那朝中重臣 这首尖恩科 理应由叔父作为主口 做算诸葛沃龙先生 文采绝人 作为主口 叔父至少也是副主口 不应该在家修墓啊 皇兄 陛下此举是何意啊 怎么样 这下你总信了吗 陈渊 你少在这里得便宜卖官 皇上每下一次指 很快就会被宫中人所持 你住在宫里 无非就是提前得知消息罢了 就是 不管叔父做了什么 叔父依然是当朝的宰相 不像你这个楚国的皇子 永远只是个人质 少爷 还是快回去吧 老爷特别着急 给我走 催什么催 陈渊 你我的事情 咱们日后再说 你们世家 恐怕没有日后 只知道成口舌之力的宠祸 咱们拭目以待吧 走 清儿 我们也回家 好的公子 父亲 陛下为何会突然下此指引 这到底是何原因啊 还不是因为你这个蠢祸 之前在诸葛窝龙府间口出狂言 辱骂护卫 陛下本来就对我们世家颇有不满 这次还不小成大戒 父亲 都是儿子的不是 可是此次科举至关重要 关乎世家的未来 父亲 还是要想想办法的呀 还用你多言 马上随我去诸葛府 向诸葛先生认错 可是父亲就算是认错了 这科举之士 父亲还是插不上嘴啊 简儿 你一定要记住一句话 有钱能使鬼推磨 这天底下 没人不爱才的 走 这位将军 我与权子今日前来 是找诸葛卧龙先生 为昨日之事道歉的 还望将军通报一声 站在门口等着 大人 黄润斌黄前在门口求见 要不要把他俩赶出去 他们来了 那我倒要看看 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是 诸葛卧龙先生 我这逆子 昨日啊 在府前放肆 今日 我特意带他 过来道歉 还不买下道歉 诸葛卧龙先生 昨日都是我的错 还望先生原谅 先生 未表歉意 我特意备了一分歉礼 还望先生笑纳 谢谢 刚刚那声音 好像是那废物质子陈渊 胡说八道什么 这个世上相同的声音 不知道我多少 诸葛卧龙先生 怎么可能是那质子 怎么可能是那质子 老老实实跪着 大人 这黄润斌好大的手笔 上来就是三十万两白银 公子 公子 他们的钱来路不明 不能要 公子 他们的钱来路不明 不能要 古时候有位大臣说过 面对敌人的唐衣炮弹 我们只需要把唐衣扒下来 然后再把炮弹给打回去 公子真是冤不完 千儿受教了 那咱们要不要看在信上写了什么 千儿 刚刚那句话对不动 这钱不藏 但是我怕这信呢 当了你的眼睛 告诉黄润斌和黄钱 让他们在府外跪到日落 是 诸葛先生收了你的信 不过先生说 要你二人在门口跪到日落 什么 我父亲可是 先生让你跪你就跪 赶紧跪下 父亲 现在正值中午呢 只怕跪不到日落就会晕倒的 看看你这富烂泥扶不上墙的蠢样 这诸葛先生 已经收了我的信和银子 这说明先生已经答应了 我们世家的子弟 进入抽堂的事 之所以让我们下跪 我是想抽出戏而已 我明白了 为了亲王提名进入朝堂 这跪一项我算不了什么 此时都怪那个废物质子陈约 若不是他 也不能牵连父亲 此次不足为虑 等科考过后 定要他的狗命 卧槽 一日不见 你这是怎么了 可是一言难尽 都怪那个废物质子陈约 若不是他 我也不会得罪诸葛卧龙先生 更不会被我父亲罚贵 什么 你得罪了诸葛卧龙先生 那先生可有原谅你 那是自然 我父亲可是当朝宰相 诸葛卧龙先生 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 并没有深究 只是稍微说了我几句 别让我离开了 不过呀 我父亲还是罚我 跪了整整一夜的祠堂 让我引以为救 黄家不愧是大周世家之首 就算诸葛卧龙先生 说不一下重用 却依然要对黄家 敬忠万分呢 黄兄 莫非你已经见过 那诸葛卧龙先生 当然 我有幸见到先生 一身白眼 手指摇善 气欲轩傲 举伤白眼望青天 角如玉树临风前 当真是无双故事 黄兄 我兄弟二人可是羡慕不已啊 都快嫉妒死你了 还不知道我俩 什么时候才能面见先生 我也是倍感荣幸呀 虽然这跪了整整一夜的祠堂 但能见到先生一面 也值得 你昨日不是在我府上跪的吗 什么时候变成跪词堂了 陈渊 你胡说八道些什么 你一个区区质子 竟敢说我在你府前下跪 明明是我父亲 把我在泥堂下跪 可据我所知 你和你父亲昨日 可是在诸葛府 跪了整整一个下午 他是怎么知道的 莫非是诸葛卧龙先生 府上的人传出来的吗 你要让我知道 所以死了他的嘴 胡说八道 皇上是未来影像 未来皇家族长 说服 若是当朝宰相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请他跪下我 你一个楚国质子 来我们大洲王朝做什么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快滚 莫非你是想求我大洲的文化 不错 就你俩容若不堪的处婆 你走 继续一个质子 天生就是做人质的命 就算你有一万人的乌子 你必须也不会听你的 陈渊 清者自清 主者自主 你的风言风语 我已经听得够多了 我宽宏大量 之前你冒犯我的事 我不与你计较 如今电视在即 如果你敢扰乱电视 哪怕你是楚国皇子 也要被杀 所以我劝你赶紧走 省得到时候你的脏血 玷污了这清晟至尊之地 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我是陛下亲典的主考官 为什么 陈渊 你该不是昨夜喝酒喝多了 现在还没醒酒吧 你竟然说你是诸葛卧龙 这天下谁人不知 诸葛卧龙先生 才是此次主考的考官 你要是平时冒充诸葛先生 也就罢了 你也不看看 今天是什么场合 天下学子齐聚 陛下片刻就到 你竟还敢冒充 更何况 皇兄可是见过诸葛先生 诸葛先生气质如坠云端 那像你这个废物 如同过街老鼠一般 臭不可闻 你真不会是那个 楚国昏庸皇帝的儿子 你们陈家 好歹也是皇族 竟然凑不出一副好脑子 陈渊 科举过后 我们兄弟三人 便会未登朝堂 成为朝廷命馆 到时候 我兄弟三人 必好好招待你 我若是你 就趁这段时间 好好潇洒潇洒 玩玩你们漂亮的事 因为以后 再也撑不到 二位仁兄 我想不必跟他废口声 他这核桃般的脑子 想必也听不懂 你们就这么确定 你们能考上 成为朝廷官员 那是自然 我乃当朝宰相之子 出生于大洲王朝顶级世家 皇家 这二位 也出生于 仅次于皇家的世家 我们若不能进入朝堂 还有谁能进入朝堂 好 那我就以主考官的身份 告诉你们 你们三人全都考不上 全部名落孙山 你们三人 谁都考不上 全部名落孙山 陈渊 你可真是吓死我了 这科举尚未开始 你便已经有了结果 莫非你能掐会算 不如先算算 自己的死期是什么时候 好提前备好官子 灭得熏到别人 陈渊 只怕又要让你失望了 皇叔父 可是与卧龙先生交好 我三人进入朝堂之时 先生已经点头了 没错 现在陛下仰仗诸葛卧龙先生 先生之言 陛下必会采拿 我们三人进入朝堂 已是板上钉钉之事 做人可以有梦想 但不能痴心妄想 我说你们进不去 你们就进不去 因为我和黄润斌 那个蠢货可不熟 大胆 你敢辱骂我父亲 你给我站住 你想去哪 你该不是被我们戳破了 想逃离吧 我告诉你 在我们大洲王朝 学子圣地 殿氏之地如此胡闹 你想一走了之 做梦 公鸡世家 辱骂当朝宰相 冒充诸葛卧龙先生 还谎称自己是会室的主考 一番大罪 足够你人头落地了 陈渊 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 现在怎么逃得那么快 我说过了 我是会室的主考 我若不到场 这会室可开不了 到这个时候你还在嘴硬 来人 给我把这个冒充 诸葛卧龙先生的蠢货抓起来 管辱大牢 赢家看管 日后 我会让我父亲上述给陛下 说明原委 还在等什么 还不动手 陛下驾到 参见陛下 陈渊 果真是疯了 冒充诸葛卧龙先生不说 现在面见陛下 很敢不贵 怕是活不过节日 见到是 你 都起来吧 谢陛下 此乃会是圣地 此处为何如此嘲弄 刚刚是何人再次喧哗 打扰了叶氏和陛下 陛下 都是因为那个废物质子陈渊 他不仅敢冒充诸葛卧龙先生 都说自己是今日会是主考 还当成辱骂我父亲 最主要的 他如今见到陛下 竟敢不贵 明明是藐视陛下 我等气不过 才与他争执了几句 是的陛下 我等可以作证 黄大人乃是当朝彩相 陛下的左膀右臂 今日会是 又是我大洲王朝 吸纳人才的神圣大典 岂容他国至此 在此放肆 还望陛下 重重成办 你们三人 可都是世家之子 是 陛下 陛下 世家 世家之人 倒是处处为朕考虑 陛下 我等生于大洲王朝 世代为大洲子民 自然要为大洲着想 好一个为大洲考虑 你们可知道陈渊的身份 看你们三人口若悬河 言辞浊浊 朕不知道实情 还真有可能被你们所蒙蔽 黄前 上次朕罚你父亲 闭门思过念孝经 你可知为何 陛下 我 废物 这都不知道 竟敢口出狂言 你们可知道 陈渊是何人 启奏陛下 良辰及时已到 请陛下下旨 好 传阵旨意 开考 奉天承运 皇帝赵运 神奉三年 恩科殿市 开考 陈渊 没想到你命这么好 陛下刚刚想处置你 便到了这良辰及时 不过你们幸运一次 绝对不会有第二次 等我金榜提名 到时候 第一个尚书陛下 拿你开刀 如果我是你 我就叫白军 反正写满了 也考不上 你 我暂时不与你争承 咱们日后见阵仗 待会儿还劳烦先生 在诸多试卷中 挑选出一批 优良学子 我定会尽心竭力 朕 就先行谢过先生了 刚刚那三位学子 对先生出言不逊 今日科举大典 朕不便杀人 待日后 肯定会处理 陛下 暂且不急 现在时机未到 先生莫非已有良策 黄润斌狼子野心 已经昭然若揭 只不过现在 并未找到太多拔笔 陛下若是贸然动手 那几个世家 必会叫起状天驱 到那时 朝纲必然大乱 先生说的没错 那些世家定会如此 那依先生所言 朕该当如何 当然是以不变应万变 任凭风浪起 稳坐钓鱼台 急的是他们 黄润斌 必不会干预谢壮 定会再次出手 到那时 陛下只要找到 真凭实据 就可任意处置他们 先生所言甚实 只是如此一来 怕是先生会有危险 大丈夫生而为人 有所为有所不为 若是能为陛下排忧解难 我就算遇到危险 又有何方 小明空就算是一方五帝 霸气策略 但总也是女人 这招 恐然好用 没想到 有如此有趣之事 先生 真是见多识广 这有什么 这些东西网上多得是 网上 那是何物啊 呃 这个 陛下 时辰已到 所有考生已交卷 将这些试卷 送入朕的宫中 朕与先生相交甚欢 今夜 要同先生一同乐卷 先生 不知意下如何 陛下 先生 这是所有考生的试卷 辛苦了 按朕的旨意 公之与膳房 准备好晚上夜宵 朕要与先生 通宵乐卷 是 先生辛劳一晚 不如和朕吃点夜宵再约 如何 你这是在做什么 陛下 这是黄钱 张涛 还有李川的卷子 这三个蠢东西 写的文章狗屁不通 一塌糊涂 照理来说 连初审都过不了 没想到 还是到了我这 看来我们的 这位宰相大人 可真是全是滔天 不过到了我这 他的如意算盘 脑袋 哪不想 黄兄 不知你答的如何 我看啊 依黄兄之文才 那必然是 滔滔不绝 犹如那黄河流水 悦然之上啊 李兄夸张了 不过小事牛刀罢了 凭借我等之财 哪怕我们不是世家子弟 也依然可以高中 说的是 今日我请客 请二位仁兄 到酒楼上 好好喝上一番 今日过后 我等 可就入朝为官 再想放肆喝酒 可就完了 说得好 走 先生 这份试卷 清晰条理 入目三分 朕以为 可以录有 不知先生 意下如何 陛下所说甚是 此考生 将土地兼并之风的 弊短说得淋漓箭致 此理行间 透露着 对世家子 此地的厌恶 此人 可堪大用 好 那就依先生意 此次科举 多亏了先生 先生辛劳一业 甚是辛苦 朕已将这些考生试卷 挑选完毕 先生 先回去休息吧 陛下 科举开黄榜 乃是王朝盛事 臣怎么能错过 好 那就依先生 自行决断 来人 传阵旨意 将这些名单 送入历部 立即张贴黄榜 是 陛下 若没什么事 臣就先回去了 先生 先生请 父皇将皇位传我之事 曾与我说 若想稳固皇位 需要找人中龙凤 与之结合 担下皇子 放报平安 朕本想 与江山为伴 将皇位传与 同宗之日 如今 皇兄 今日皇榜出来 以我共入朝堂 不知叔父大人 给安排的什么职位 朕还用问 那必定是 石缺重职啊 也没什么 也不过是 中书省左侍郎而已 哎呦 皇兄厉害啊 中书省左侍郎 那是身躯高位 可在陛下面前行走 用不了几年 皇兄 就可以成为 当朝彩相了 黄榜 这是 你们这些穷酸 挤在这里走 今日这黄榜 没有你们这些穷酸的份 还不滚开 是谁啊 你们这些穷酸 只配重地 还是赶紧我回家去 扇开扇开 未来宰星到了 皇榜尚未贴出 你们怎么知道 谁会高中 你怎么知道 你会是未来宰下 就是 宰相乃是陛下重臣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岂是你一句话就当上了 我走 实话告诉我 这天下的人 就是分三六九等 我等乃世家子 这科举就是为了 给我们世家准备的 与你们无关 我说一大清早 怎么听到了 口叫声 原来是你们三个 来劈狗 原来是你们三个 来劈狗 陈渊 你屡自冒充出 葛卧龙先生 你此忙于科举 并未追查问责于你 竟然还敢泡头露面 你当真不怕死吗 该不会是你楚国 已经走向陌路 你这个楚国质子 觉得活着没什么意思 故意寻死吧 没问题 今日 我们兄弟三人 就帮帮我 陈渊 今日这黄宝就会接下来 我父亲已经提前给我安排了中书绳 左侍了 等我上位 我第一时间派人抓你 到时候灭到天牢的刑具 我看你还怎么走 中书绳左侍了 陛下在那个位置双条骨 我做足迷你好 放肆 陈渊 我本来看在你是楚国皇子的份上 饶你一命 你竟敢当众辱骂世家子 那我就先斩后奏 我本以为让你在我院子里跪一下午 你就能学乖的 看来时间还是不够长 放肆 陈渊 无奈彩相侄子世家之后 怎么可能在你的院子里下跪 皇兄 无必与这废物一般见识 那黄宝一出 他自然会知道皇孙的历史 到时候 他并且会跪地求饶 痛哭流听 不好意思啊 你们三人的卷子 狗屁不通一塌糊 被我全给吹了 就你们三个脑残废物 还想金榜提名 下辈子吧 下辈子吧 我就说昨夜京城 怎么刮了一夜大风 原来是你吹的 这翻越古籍 这吹牛之术能比得上你 那是了了不起吧 这份试卷乃是陛下和诸葛先生亲自审愿 你算什么东西 也配见这个试卷 大不是在梦里吧 天下谁人不知这科学 乃是为释迦定之 何况 皇兄早已与诸葛卧龙先生说好 必定高中 释迦 而等岂之 他日若随明云至 敢孝皇朝不正 这天下云云悬俗 王红将想命有种 好 说的好 你们释迦怎么了 没有我们普通百姓 哪有你们什么释迦 就是 释迦只知欺压百姓 是从不为王朝着想 有什么了不起 都给我闭嘴 你们这群落魄穷酸 竟敢在此放肆 你们给我记住 等我登上皇榜进入朝堂 到时候 我让你们这些穷酸永远中地 老兄 别忘了这个非无至子 那是自然的 他的 皇帝 报仆 即时已到 开榜 全员 你不是说我没有高中吗 盛大你的斗也看清楚 我说陈渊 我这马上就要进入朝廷 成为一方众臣 而你 永远是个分 是吗 我好怕 你先中了再说 现在你还在怎么样 好 还请二位仁兄给这个废物质子指一指 皇兄包在我二人身上 啊 头角 追我冲了我冲了呀 我冲了呀 我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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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eso 好像没有你我二人的名字 闪开 我们什么抖要 什么抖 神明明收入我的银子 怎么没让我中啊 不用抖了 这皇榜乃是我拟陛下 亲自定 你们就算翻烂了 也找不到你们三人的名字 你们就算翻烂了 也找不到你们三人的名字 世家子弟也不过如此 我等穷酸都已经高中了 而你们这些世家子弟 高居云中却都没有中 难不成你们这些世家子弟 还比不上我们这些穷酸吗 就是 就是 骂谁穷酸 定是那日殿氏 你与我等说话冲撞考场 陛下恼怒 才取消了我等高中的资格 没错 定是如此 你们这些穷酸得益什么 就算你们今日高中 入朝为官 也是官之末位 不像我们世家子弟 明年可以继续高中 金榜提名 凭我们世家在大洲王朝的地位 很快就能成为高官 大洲王朝之大 每日事物繁杂 若是每一个位置 都像你们三人这般蠢货 过不了多久 大洲就玩完了 陈渊 你敢诅咒大洲王朝 叶将军 快把他抓起来 你用平时胡闹 也还算 今日可是何等时候 竟然还敢奉辞狂义 这是找死 大人 有这种事 去看看 先生 陛下要见你 好 我这就过去 这小子 他不可真的是 诸葛卧龙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说不定陛下是要 召他进宫指他问罪 可能他就要去后问斩了 你这说的没错 田一这小子 要是 摸到我们兄弟三人手中 生不如死 陛下不会杀了他 会留下一条狗命 我们还有机会 不过此番世家子弟 皆为高中 世家怕是要动呢 我们还是 先回家 商量对策吧 王大人 此番科举事题 讲的乃是 土地兼并之风 加上我世家子弟 并无一人入选 陛下 怕是要对我 世家下手了 黄大人不必担心 用不了多久 你的陛下就没心思 管你们世家的事了 王大人 莫非有何妙计 黄大人不必担忧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不过 那个废物质子陈渊 请黄大人 务必解决 黄大人放心 那个废物 活不过今晚 来人 曾经黄大人 我给你的画像 和地图都备愁了吗 黄大人尽管放心 早已备愁 今晚必取他 相掌人头 很好 事成之后 重重有赏 谢黄大人 坐吧 不知陛下此番 找我前来 事有何事 朕的密探来报 说黄润兵 要派杀手 刺杀先生 朕虽有心处置 可是靖国虎视眈眈 若贸然行动 恐怕会引起 不必要的动力 陛下请放心 并没有什么大碍 他们不知 我是诸葛卧龙 还以为我住在 赤子府 臣已有主意 不过 还需要 叶将军配合 还望叶将军配合 需要我配合 这 陛下 叶云 你只管听先生 吩咐便是 是 先生请说 叶将军 麻烦您安排军事 与我一同将此物做出来 放正了智子 是 大胆杀手 河南阎罗王使者 你竟敢自杀 约伦 你死后会进入阴朝地方 袁罗王大人 会将你打入十八层地狱 重重成败 你看 我已射入你的两魂六魄 你现在身上 只剩下一魂一魄 你若是现在敢自剑 将会永坠地狱 饱受无尽折磨 永世不得超生 武朝大人 武朝大人饶命啊 小人也是受人指使 若是知道是你老人家 就算给我一百个胆子 我也不敢偷你啊 大人 你就当我吃个屁 放了我吧大人 你只要告知我 是谁指使于你 我便会禀告 阎罗王大人 欢恕你这一次 是 是在下皇任兵 很好 待他日朝堂上 作证之时 我自会归还你的魂魄 多谢大人不杀朕 谢大人 来人呢 把他给我押入天牢 是 是 走 先生 你既知道他会来刺杀人 以前埋伏好了军事 活捉便行 为何如此大费周章 叶将军 你只知上阵杀敌 却不知道这些杀手的阴谋诡计 若是知道当场无法逃脱 他们便会自尽 到时候 就无人指认黄任兵了 先生 我明白了 先生的计谋果然高明 如此一来 杀手怕进入地狱 即便在大牢之内 也不敢自杀 行了 这些后续的事情就交给你了 是 听问你们大舟王朝 牢手如云 武方即胜 今日一剑 不过如此 哈哈哈哈 不过刚入我大舟边境 内地之中更是有无数强者 你便会遮戚趁杀 你这大舟排行第二的武林老鼠都打不过我 还要几个人能拦得住我 公主先生 百战百胜 先生 明日你我便可到大舟京城 这么快 老夫不过是小师手段 便打得这些所谓高手 落花流水 我只是用了我不到十分之一的真实功力 希望这京都不要让老夫失望 朱先生 这京城之中 有二人还望先生注意 来二位 说来听听 一个便是大舟王朝的武圣 诸国战力排行榜第一的存在 虽然许久未曾出手 但依然威名远扬 不值一提 如今我与是大宗师圆满 天下无敌 拒去武圣 含之可灭 另外一人 乃是大洲皇帝 最近得到的军师 诸葛卧龙 此人文采飞扬 极有谋略 对我大晋威胁极大 我还当是什么人呢 他就是一个文人 你放心 我自有手段 帮我大晋 剿灭此贼 那就有劳先生了 每每品读先生之作 朕都感觉受益匪浅 先生之财真是旷骨硕金 陛下谬赞了 我也是 陛下 不好了 出大事了 陛下 不好了 出大事了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站起来说话 是 我大洲 有卧龙先生作战 就算是天塌地陷 也掀不起风了 什么事 说吧 一战来报 以靖国为首的 八国使团 明日抵达青城 八国使团 他们来我大洲做什么 更何况 他们明日便抵达 为何今日才报 这 奴婢不知 陛下你先莫着急 你且继续说 回首的是晋国使者 亡命之子王海 使团一路挑战 我大洲武学大家 用武功灭我大洲国威 所经之处 君无敌手啊 什么 八国使团 无阵照例 以武成修 可恶 陛下 五日前 使团挑战武风阵 武风阵七大高手 全部罗拜 什么 武风阵 以武为名 曾出国三任大将军 竟然全部罗拜 陛下 三日前 使团途经风圆阵 我大洲战里 排行榜第二名的武学大家 被驿仗击伤 如今 正在我大洲京城 举办擂台挑战天下高手啊 陛下 八国使团 曾在实现参加过万国师会 如今又带武林高手 来我大洲京城 大白擂台 狼子野心昭然若接 还请陛下 早做准备 还请陛下 早做准备 我大洲亿万子民 难道 就没有人能挡住 这狼子野心 陛下 臣突然想起 有一人定能阻挡 何人 说 我大洲王朝 武圣尚在 听闻在二十年前 便已成为了大宗师 久居榜首 期间无数人挑战 但从未落败 没错 武圣之名 朕也曾听说过 有他老人家在 区区晋国使臣 怕是掀不起什么风浪 那臣这就去见武圣 请他为我大洲出战 好 邪阵的令牌前去 是 陛下 臣有一言 不知当讲不当讲 先生 但说无妨 大洲武圣 威名在外 这八国 不可能不知道 既然他们能 气势汹汹地 一路打过来 想必已经做好 万全的准备 只怕 那先生的意思是 即使是那武圣 也敌不过那人 臣不知 但陛下请细想 八国先前 是想已 闻灭我大洲国位 但并未成功 后又派人暗杀我 想挑起 大洲与楚国之争 坐收渔翁之力 现在他们又 以武翻边 直到京城之下 陛下才得知消息 想必一定是 有人暗中 做了手脚 那武圣的消息 也必将告知八国 若是没有 确切的把握 八国怎可 轻易动手 莫非是黄润斌 真是朕的好成相 依先生所言 我大洲 在此次擂台 必败无疑 陛下请放心 有臣在 陛下您想输都难 老话说得好 功夫再高 也怕太刀 更何况 臣还有比菜刀 更厉害的东西 你是何人 如此狂妄 来侮辱我大洲 都是并负 我劝你乖乖 把这块牌匾砸碎 要让我大洲高手看到了 避讳 给你好看 如位 在下 乃靖国周乾坤 平文大洲 无风即盛 故意特意来拜访 但是这一路走来 能在我手里 过下十招的 没几个 这令我 非常失望 今日的比试 既决高相 也决生死 诸位若是觉得不满 可以进行上来挑战 若是赢了我 我自会 砸碎招牌 向你们道歉 只怕是你们 没有这个本事啊 黄口笑儿 居然在我大洲王朝 如此放绝言 今日别让你知道 大洲王朝的厉害 那我就让你先出招吧 说我 一大切小 好 切招 我 就这也算高手 该我们进国 只配当个马夫 周乾坤 竟然如此厉害 一桌就把他打废了 这可如何是好啊 若是毒不会这块牌匾 我大洲 颜面扫地啊 看来这大洲 不过如此 皆是虚名罢了 我今天就坐在这 谁有本事 让我离开这把椅子 就算你们赢 就算你再厉害 但也不因如此拖荡 今日就让我来会会你 王大人 没想到这周大师 竟然如此的厉害 这几位可都是大洲内 有名的高手啊 连一招都走不过 那是自然 这周大师 已修行成大宗师圆满 放眼天下一屋敌手 这大洲王朝 果然都是兵夫啊 这一下午十几个人啊 都是草包 索然无讳 看来这块牌匾 要永远地留在 这大洲的京都了呀 数子怎敢妄言 是武圣他老人家 武圣大人 出招天下无敌 你竟然必死 武圣 我杀了 为我大洲证明 老朽 久未出山 我曾想 这时间竟有 如此狂悲晚辈 今日 我就带你师父 好好教你 你就是武圣 几十年未尝败祭 如果我是你的话 早早的就躲起来了 找一个棺材 好好地躺着 免得在这里输了 有人现眼哪 你放弃 岂敢侮辱武圣 武圣奶 快将其打败 撕了他的牌匾 武圣大人成名之时 你恐怕还是个乳秀未干的娃娃 武圣大人 今日就教你做人 面对老朽 竟然如此拓荡 还要坐在那里不动吗 你就是一个 将要进入棺材的老人 趁着前几年的一些名声 大家称你为武圣 今日 我估计要打败你 夺走你武圣的名声 还要将这块台边 永远地立在这大洲的京城 武圣已经闭关多年 从未出手 这次 总算能得见了 周乾坤不知死 武圣大人就算要杀了他 也是他自己找死 黄邦 不愧是武圣大人 功力如此深厚 我等距离这么远 都能感觉到寒气逼人啊 这周乾坤竟然坐着 也是 今天之后 他这辈子就只能躺着了 没机会坐 孟大人 这武圣到底是成名已久 功力深厚啊 这周大师真的能够抵挡 黄大人稍安勿躁 看看便知 还有谁 先生 你到底需要做什么 陛下 他这个东西 陈一句两句 给你解释不清楚 还望陛下派人 助我一臂之力 没问题 朕即刻下职 中书生六部三省 接任你调用 那倒也不必 我只需要公布几个 来人 陛下 传阵旨意 众公布官员 接听先生调遣 不得有误 是 陛下 我大周十几位高手 七处皆败 朕知道了 退下吧 不好了陛下 我大周五胜输了 什么 就 先生 你可完成了 你可完成了 还好 完成了 先生 此物当真管用 陛下 非常管用 若是我大周输了 颜面何存呢 陛下放心 有我在 您只管在楼上喝茶 即可 这 这怎么可能 连连五胜都不是 他的对手 连五胜都无法 与之比 大周 没有人是他的对手啊 早就听闻 大周朝五胜 是大宗师中的顶级强者 如今看来 也不过如此 还说带我师父教我 我师娘都比你强 看你年迈 暂请饶你一命 赶紧回家去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你们大周王朝的五胜 都打不过我 看来 你们大周 没人了 都是些草包 看来这个牌匾就 谁说没有人了 你是何人 要你命的人 这里是比武 不是说笑 一个黄狗小儿 应该夸如此大的海口 这不是诸葛卧龙先生吗 怎么 卧龙先生的身份装不下去了 开始装武林高手了 小子 这里可是擂台 见生死的 可不是你这种废物质子能来的 像你这种赖皮狗都能来 我为何不能 正月 这里可是泪台 代表我们大周王朝的脸面 区区一个楚国质子 肩不能抬手不能提 有什么资格替我们大周王朝出炸 是 黄前 你是大周王朝的人 而且还是宰相之子 世家之后 那 要不你来 我乃是文人 怎么能参加这种 那你就站在一旁给我看好了 这不是擂台吗 我虽是楚国人 但是也是可以参加的 好 你既然愿意送死 那我不拦着你 不过你放心 你死后 我会给你烧两炷香 还有你那个侍女青 可就归我所有了 你放心 你一定死在我前面 你 他是那个楚国质子陈渊 听说他不学无术 才被楚国皇帝发配质子 难道 他也能参加比武 这质子 莫不是想在陛下面前 斩戳一般 我取不生 这大周王朝的无胜都不是对手 他竟然也敢上台 真是不自量力 这废物质子怎么还活着 黄大人不要着急 这功力防守森严 那杀手没能得手 也实属正常 反正这个废物 竟然必死无疑嘛 黄大人所言甚实 连路都走不稳 竟然也敢挑战周大使 真是找死 我大周王朝 居然沦落到一个质子 出来挑战 真是迟辱啊 之前沃龙先生 为我们拔得头筹 为我大周扬名 如今一来 恐怕又要颜面扫地了 看来这大周王朝 确实是没办法了 竟然送来一个楚国质子 周先锋 我掐指一算 今天是你的好日子 本来送来一个质子 就是一个笑话 没想到这个质子 还会算贯 今天 确实是一个好日子 是老夫 扬名天下的日子 不 不对 那你说说 是什么 今天 是你的死期 好大的胆子 本来想饶你一条狗命 现在看来 没这个必要了 来吧 我送你上路 哎 等一下 要不 你站起来 免得等会你输掉了 别人说我欺负你 老夫 乃顶级高手 连五胜都不是我的对手 就凭你一个质子 还用我站起来吗 我一个手指头就能杀死你 好 这可是你说的 那你可得坐稳了 我送你上西天 这样 你这是做什么 都说武器一寸长一寸强 如果你想寻死 至少也要挑一把长枪吧 你手里拿着这个烧火棍 事先自己死得不够快吗 我还以为这个楚国质子 有什么招数 如今一看 又是一个小丑 大家都散了吧 往后 我大周无人 皆是病夫的名号 板上钉钉了 早就听说这废物质子 愚美可笑 幼稚无知 没想到他拿个烧火棍上台来 胡大人 我早就说过了 质子废物一个呀 不足为虑吧 黄大人说的没错 咱们有一份好戏看了 老东西 差不多了 给你十秒钟的时间说一言 一言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 那就算 一言 你敢动我一根头发 那就算 这是什么声音 如此剧的 难道是 雷阵子转世 吓死我了 吓死我了 胜负已分 慢走不速 怎么会这样 你一定有了什么要素 小薰啊 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此乃尚古秘籍 乾坤大挪移 当然 跟你这种 从蛮夷之地来的人说 说了你也不明白 会点三脚猫的功 就敢来大周放肆撒野 还敢摆擂台 谁给你留情 不可能 安心 这 这怎么可能 这周大师怎么会败呀 对 小子怎么会如此厉害 你他背后有高人指点 这个高人 一定是那诸葛卧龙 是诸葛卧龙请来高手 在暗中施展暗器 黄大人 看来这诸葛卧龙是拉拢不成了 会对你我的计划 造成极大的阻碍 你去杀了他 此番事情多亏了先生 若不是先生 朕恐怕 不知道该怎么办 陛下 我虽为楚国质子 但在大周生活了这么久 也深受大周的感染 看到陛下日夜操劳 担惊节律 为百姓着想 臣自然是要为陛下排忧解难 朕不知道该如何感谢你 臣为陛下做事 虽有私心 但陛下真不用感谢我 私心 说来听听 云响衣裳 花响龙 春风伏剑 陆滑龙 一切 都是为了陛下 你 叶将军 所谓何事啊 陛下 您先前让新晋学子 所做的事情 均衣完成 哦 你说 陛下 大周共十家十八户 云州王家 占地面积十五万亩 苍州马家 占地十二万亩 乾州宋家 占地二十万亩 拥有土地最多的世家 是哪一户啊 当朝丞相黄润斌所在的皇家 在周国八处都有土地 占地四十二万亩 竟如此之多 怪不得今年水手 只有一千多万两 原来土地 全部都被世家所吞壁 陛下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依附在大世家的小世家 他们的占地面积虽然不多 但加在一起相当可观 今年土地煎柄之风 如此猖獗 他们却不交税 长此以往 顺收年年地前 长此以往 将国之不国 先生 我今年刚刚开举科考 新收一批子弟 先生又在万国师会上 博得头筹 又在八国五类台夺冠 使我大振国位 朕 想借此机会 好好整治一下土地兼并之风 先生 可有良策 陛下 这土地兼并之事 虽乃历朝历代的顽疾 不过 问题不大 先生 果然有办法 陛下 我的办法 虽能改变土地兼并 但 会引起世家的不满 说不定 还会引发霍乱之事 最近 他们确实太活跃 恐怕早已勾结 朝中重臣 霍乱一起 虽然会带给朝廷不少麻烦 但也能给朕 清扫还宇的机会 何况朕有先生 他们掀不起什么风浪 先生 但说无妨 贪丁入母 贪丁入母 这是什么法则 以往周国收税 都是按人丁 贪丁入母 取消师大夫免税资格 按田地收税 他们所兼并的田地越多 所需要交纳的税 也就越多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不过就算世家交税 他们的收益 也远远大于税收 这土地兼并之风 怕是永不止息啊 陛下 这不过小事一桩吧 哦 那朕倒是要听听 你到底有何办法 改革税收 拥有土地 五亩即以下场 收三分税收 五亩到二十亩 收一成税 二十亩到百亩 则收两成税收 土地过万者 则需要交五成税 这确实是个好办法 拥有土地越多 需要交的税也就越多 那些世家 恐怕 不会再愿意吞并土地 或许 还能吐出 多余的土地 不过陛下 周国的国情 我并不是太了解 田亩数量 几成税收 都不过是举个例子 具体的数量 还是需要陛下亲自定夺 不过 那些世家 怕真是要苟急跳墙 如果是农包 就趁早挤了它 那些世家 朕还真希望 他们苟急跳墙 朕就可以处决他们 永绝后患 不过陛下 臣还是希望陛下 能够早做准备 莫非先生 想不出办法了 那是自然 陛下 您只需要大量地制作这两种东西 别说是八国 就算是八世国 我们也不足为据 好 那这件事情 就全权教育先生 叶云 此事 你就全听从先生吩咐 是 这诸葛卧龙 竟给陛下出了贪顶入目 是半恶毒的主意 这分明是要拿我们世家开刀啊 皇兄 世大夫不交税 这可是祖制 陛下如此不遵祖制 冒天下之大不韦 行如此悖逆之事 这是要与我们世家 撕破脸皮了 皇大人 这本是你的家属 不便插嘴 但请皇大人好好想想 陛下如此之举 分明是对你们世家不满 如果你们一再忍气吞声 恐怕你们世家 再无利锥之地了 哼 这区区的女子掌握皇位 本来就有备天理 竟敢针对我们世家 看来他这皇帝 也就没必要做了 可是陛下是一女子 又天资聪慧 不得不防啊 哎 李兄 你也太过启人忧天了 陛下再怎么说 她也是一个区区女子 况且 大周在万国师会和擂台之上 君拔得头筹 陛下正是愁愁满志 得意之时 根本没有机会 做更多的防备 不然也不会出 贪丁入母这种昏招啊 张大人所言甚是 王大人 是时候下决心了 放心 只要王大人准备妥当 我这边立刻振臂一呼 这江山 就要变天了 好 不愧为皇大人 果然爽快 八国联军已沉兵城外 只是 诸葛卧龙 他活不过今晚 老爷 有诸葛卧龙的消息了 说 那诸葛卧龙 借到陛下的旨意 此时正驾着马车 赶往城外 不是做些什么 很好 行 父亲 那诸葛卧龙正在赶往城外 他可是我们的心腹大患 断不可留 放心吧 父亲 这一次 我一定让他有去无回 反他什么诸葛卧龙先生 都要死在我的手里 走 先生果然从辉 知道定有埋伏 先生放心 下面我已经摆好了尸体 好 如此一来 我们便在暗处 正好可以给他们致命一击 我们走 大人 这东西我们已经造好了 您看看 做得不错 王力填放火药和铁钉 切记不可见火药 是 大人 此物已经全军装配完毕 少要紧时间练习 一定要熟练此物 每个人配备五金火药 五金钢珠 是 叶将军 你把我之前与你说的战法 跟这些战士说清楚 一定要操练明白 是 无皇万岁万岁万岁万万岁 众爱卿平身 谢万岁 黄润斌 安丁入母之室 朕已下诏整整五日 尔等 为何不去实行 陛下 臣已经看到了陛下的旨意 只不过 请书老臣不能听 黄润斌 你是在跟朕说话吗 陛下 是大夫不纳税 乃是太祖皇上定下的组治 陛下如此之为 可是 违背了祖宗的章法 臣等之所以不听从 也是为了陛下千秋之后的名声着想 没错 这可是祖宗定下的规矩 陛下 不可违背 陛下身为女儿身 坐上皇位已经不妥了 还行如此悖逆之事 太祖皇帝若是知了 到此事 定会恼目 都给朕住嘴 尔等莫菲 是想逼宫造反 哈哈 陛下欲加之罪 何患无辞啊 我们 也都是替陛下着想 为我着想 好啊 真不愧是朕的好宰相 来人 走 你说 是何人派你 自杀质子陈渊 是黄润斌 黄润斌 你故凶谋杀楚国质子 想挑起两国之争 难道 你是在为朕考虑 如果陛下 想处置着 您管处置好了 没必要随便找一个凶手 来栽赃陷害 陛下不是说我们造反吗 那我们就反给你看 皇日 这还真是想瞧你 你不仅收买了 朕的部位将军 还控制了朕的公围 陛下 这天下虽大 皇帝只有一位 这皇位 炙手可热 谁不想做 陛下做了那么久 可不可以 让臣也做一做 就凭你 还不配 陛下说得对 臣无心于政皇位 臣说到底 也不过是大州的臣子 我可不想背上这 弑君的骂名 还请陛下 退位让前吧 想让朕退位 做梦 小明空 话别说得太早 我八国联军 集结几十万 集结成万 我已发出消息 现在他们恐怕 正在攻打你们大州 就算你不让位 你也做不成这个皇帝 我大州 在天地间 屹立百年 传承万年 即使你们这些萧小 足以撼动的 执迷不悟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老臣 手下不留情了 执迷不悟的是你们 真以为朕 毫无准备吗 哈哈哈哈 皇上说的就是那诸葛卧龙吗 实话告诉陛下 那诸葛卧龙 早已经被偶尔给杀死了 现在陛下 无力无援 已经没有人可以救你了 什么 你 来人 手 来人 动手 手 嗯 嗯哼 嗯哼 我龙先生 当真已经遇害了 直到如今 陛下还在想着那我龙先生 他已经来不了了 给我杀了 呃 呃 有我在 我看何人敢伤陛下 陛下 你没事吧 朕没事 先生你没事 真是太好了 先生 黄润斌 可笑你死到临头 仍不自知 诸葛卧龙先生 便是沉冤 诸葛卧龙 就是这个废物 当那诗会之上 三百首诗 就是他做的 这 这怎么可能 其实真的是诸葛卧龙先生 诸位 即使是诸葛卧龙来了 我手下有两万精兵 有两千 即使真龙转世 因难有转乾坤 说的不错 他将被你诸葛卧龙的名号给吓住了 你本事再大 也只是个凡人 给我动手 动手 动手 这不是那擂台上的东西吗 怎么这么多 怕什么 我还有一万精润 害怕杀不了他们 你们在想屁吃 陛下 你就念在老陈这么多年辛劳的份上 绕了老陈这一次吧 小命寇 你若是敢杀我 罢过邻居 不会放过你的 别说八 就算是八十国 我们也毫无畏惧 再相黄润斌 狼子也心勾结外臣 意图谋法 诛灭九族 李青山 张远 你们祖上有功 却不留私德 居然跟着谋法 诛灭九族 黄明 你虽是外国使臣 却多次进犯我大州 厨艺凌迟 刚刚那些谋逆之臣 也全部 诛灭九族 不要啊 陛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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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你让我回应 陛下 我们知道错了 就陛下给我们一次机会吧 陛下 两国叫下 不长来迟啊 请陛下 请陛下 开恩 儿子 还要跟着谋反吗 全都不敢 报 请兵陛下 八国联军已连破两城 正直抵京城 先生 这 陛下请放心 我已准备妥当 别说是八国 就算是联合国来了 我也要让他们竖着进来 捧着主 拱护陛下 扫清清完语 当兵八国联军 养我大州 大中国卫 陛下 威武霸气 公开当事 钟爱清平身 咱们大州 能有今天这样的成就 全靠陛下 会饮食英才 提拔重用先生所致 先生财貌双全 风华绝带 陛下 何不将先生纳入后宫 也好早日 为我大州 引许皇家血脉 哎 你这位大人 怎么说话呢 你把我当时什么人了 我堂堂一个七尺男儿 我怎么可能吃软饭 当坠婿啊 火龙先生 您是外国人 当我皇家坠婿 还不够资格 顶多算个妃子 过段时日 宫里就要为陛下 全国选秀 那时我们大州 十八州岁以上的 未婚俊男 全部都会参选 这是陛下的意思 当然 这是我大州组制 陛下 岂能违背 如今天下出定 正是历经图治 大展宏图的好机会 没想到陛下 贪图美色 把主意都打到 臣的身上 真是让臣失望 先生 先生 大胆 是谁让你这么说的 是哀家的意思 参见太后娘娘 娘娘千岁千岁千岁千千岁 儿等都先退下吧 哀家和陛下 有要事要上 母后 卧龙先生对我大州 立有大功 你为什么要如此羞辱于他 哀家都是为了你好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他是什么身份 他是楚国的质子 陈渊 此人是大才 若是楚人知道 他就是诸葛卧龙 定会召他回国 哀家还知道 你喜欢他 所以才会计策 把他留住 母后 朕是喜欢先生 可是朕不想以那种方式 留住他 若是有朝一日 他知道了 他定会恨朕一辈子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观 陛下花容月貌 倾国倾城 他能得到陛下的垂青 心里早就乐开了花 现在不过是嘴硬罢了 陛下放心 哀家一定亲自登门 让他答应入宫 母后 此言当真 陛下放心 哀家一定让你得偿所愿 什么 陛下要拿公子为妃 公子为大舟做了这么多功劳 竟然给个妃子就打发了 连个皇后都不给 亲儿你瞎说什么呢 你竟然想让本公子当皇后 公子不是喜欢陛下吗 将来和陛下成亲了之后 当然就是皇后了 不是 我的意思是 你不觉得男人当皇后很奇怪吗 有什么好奇怪的呀 这皇帝不就是应该 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吗 我知道了 公子你不会是想要得到皇上的专宠吧 这万万不可呀 历史上想要得到女皇毒宠的男人 最后都没有好下场 大胆 哀家果然没有看错 你就是那个霍国殃民的妖妃 也想妄图得到陛下的专宠 陈渊 太后娘娘驾到 还不上先千拜 太后娘娘不请自来 想必是来者不善 本公子就不见了 陈渊 你好大的狗胆 别忘了你楚国之子的身份 得罪了太后娘娘 连陛下都救不了你 你算什么东西 敢对本公子大呼小叫 连我都不认识 听清楚 本公子叫段瑞 是太后娘娘的心直 未来的大周皇后 听说 陛下侧你为妃 等我当了皇上 执掌后宫 一定要好好教教你规矩 坑月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当着哀家的面打人 你有没有把我这个太后 放在眼里 你还想不想入宫当妃子 本公子 绝对不会去当什么妃子 太后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你在打什么主意 你怕陛下立我为皇后 挡了你侄儿的路 所以你让大臣们 在陛下面前 定我为妃子 你算盘打得可真好 可惜都是白费心机 因为本公子 绝对不会入宫 你说的倒是好听 难道你不曾 对陛下动心 是 我是喜欢陛下 但是我心眼小 容不得其他人分享 感情这种东西 就应该从一而终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陛下 这陈渊仅致不识抬举 您如此赏识他 他却说出那样荒唐无耻的话 自古以来 哪个女皇不是三公六院七十二嫔 他明明是想独占陛下 却把话说得冠冕堂皇 现在全京城的人都知道 诸葛先生拒绝入宫 陛下 已经成为百姓口中的昏君了 放肆 说的可是真的 臣说的拒绝属实 就太后年能所证 陛下 哀家亲眼所见 亲耳所闻 难道还能骗陛下不成 传指 诸葛卧龙 有负圣恩 夺其亲王称号 令其立刻进宫请罪 不得有误 陛下 陛下做得好 对于这种不识天术的狂生 就应该好好教训 否则的话 他不知道咱们皇家的威严 母后 阿神还有批乐奏者 您先回去吧 陛下操劳国事要解 对了 选秀之事就教育哀家操办吧 陛下可有意见 全听母后做主 诶 你们听说了吗 说沃龙先生就是楚国的质子 陈渊 没错 这消息是宫里传出来的 不会有问题 听说陛下打算让沃龙先生为妃 却被先生拒绝 先生虽然钟情于陛下 却不愿与人分享陛下的感情 愿得一人心 白手不分离 可惜啊 陛下是不会为了一棵树 放弃整片森林的 你们看 王老板出来了 哎呀 多谢先生 此我儿绝世好事啊 有了他做聘礼 何丑找不着好媳妇啊 举手之劳 王老板不必客气 哎 王老板 什么好事啊 给咱们也见识一下呗 哎 不行 绝世好事 必须在我儿婚礼当日宣读 各位 抱歉了啊 先生 王某这就去下聘礼 小二的婚礼 您可一定要赏光啊 王某告辞 各位 今日先生已经累了 想求是的 明日再来吧 叶将军 你怎么来了 先生 出大事了 陛下让你进宫问罪 陛下 这首曲子可否入耳 不错 陛下整日操劳无事 想必身子很乏吧 臣刚好略懂一些按摩之术 不知可否为陛下解忧啊 准 看来臣不该来 打扰了陛下的雅兴 放肆 臣确实是放肆 陛下不是招臣入宫治罪吗 不知臣何罪之忧 大胆 请敢对陛下不敬 叶将军还不将他拿下 闭嘴 谁让你说话的 得这样滚出去 陛下 滚 先生 这是生气了 莫非 是在吃醋 陛下你胡说什么呢 臣只是觉得 天下出定 陛下应该先大家而后小家 切不可沉迷于酒色 做一些昏君之举 先生说的有道理 不过朕 现在 就想做个昏君 陛下 万万不可 陛下 你就算得到了臣的人 也得不到臣的心 愿得一人心 安守不相礼 你敢说 从未对朕动过心 放心 朕也是第一次 朕答应你 让你做后宫之主 以后 朕绝不拿飞 陛下 这陈还没做好准备 陈告退 这该死的妖妃 竟然想独霸陛下 不行 我一定要除掉它 放天成运皇帝赵约 朱葛沃龙 人品贵重 端庄贤淑 深得振兴 经策封朱葛沃龙 为大洲皇后 亲此 乌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来人 给皇后娘娘更衣 陛下 皇后 天色已晚 我们早些休息吧 恭喜陛下 皇后娘娘有喜了 皇后 你听到了吗 咱们有孩子了 赏 重重有赏 谢陛下 谢皇后娘娘 儿臣参见父皇 皇二官 今日有没有调皮啊 没有 儿臣可听话了 臣妾参见陛下 皇后免礼 妹妹参见皇后 是你 陛下 你这是何意啊 皇后 朕 决定封段氏为贵妃 日后 你姐妹二人 便共同伺候朕 陛下 我看你是忘记了当初的事业 姐姐 陛下乃是天下之主 岂能由你一人赌上 你可不要不知好歹 你住口 本宫乃六宫之主 陛下想纳心 本宫绝不答应 放肆 朕能封你为皇后 就能废了你 传指 皇后陈氏 既贤度能 嚣张跋扈 又负圣恩 即刻起 废除她皇后之位 打入冷宫 永世不得翻身 小女狗 你好狠的心 我当初 真是瞎了狗眼 母后 母后 你没事吧 母后 公子 公子你怎么了 没事 做了个额梦 确有什么事吗 公子 天下阁的红秀姑娘求见 红秀姑娘 她谁 红秀姑娘是天下阁的花魁 她虽然身处青龙 却一直截身自好 听说自从听到了公子的诗词后 便一直视若珍宝 想必是来求诗的 公子你就见见她吧 你让她在客厅等我 我换衣服 嗯 红秀姑娘 潘小婷 小婷 我是你陈哥哥呀 你也穿过来了 公子 公子你放开我 小婷 陛下驾到 哪来的野女人 竟敢勾引先生 参见陛下 求陛下 为民女作主 好你个狐媚女子 说 是谁派你来的 胆敢勾引卧龙先生 就怕朕杀了你吗 陛下 好像是先生先冒犯 闭嘴 这没闲 分明是这个狐媚女子 勾引卧龙先生 一个青楼女子 造谎先生 心里打了什么鬼主意 这 难道还不清楚吗 陛下 民女冤枉了 民女只是仰慕 卧龙先生师词 所以特地登门拜访 求先生莫保一佛 来做收藏 没想到先生见到民女 却突然失态了 想必是 民女的不祥之身 冒犯了先生 所有罪过 与先生无关 求陛下责罚 看来他真的不是小婷 要是让陛下怪罪 我可遭你了 红袖姑娘 你快起来吧 陛下 她长得很像我一位故人 我把她 误以为是她 都是臣的错 陛下 您不要生气于她 原来如此 朕 还有事跟先生商议 是 不知先生对朕的处置 是否满意 陛下圣明 原来先生喜欢大的 陛下 您什么意思 臣不明白 朕的意思 先生 难道不明白 其实 朕的也不小 先生 要不要看看 陛下 臣还没准备好 纳先生 什么时候才能准备好 三日后 好 三日后 朕亲自来府上接你 造孽啊 大人 卑职已经查明 诸葛卧龙的确是 九皇子陈渊 卑职还在亲王府建讨 大洲皇帝 萧明空 真没想到 这个一直不被陛下 待见的废物皇子 竟然在大洲 闯出这么大的名堂 九皇子啊 九皇子 你叫本官 该如何处置 大人 只包不住我 何不我们将此事上报 你懂什么 陛下年事已高 身边的几位皇子 全都不成器 如果让他知道 九皇子如此成器 定会把他召回 继承皇位 那 这是好事啊 好个屁 当初提九皇子 来大洲做智子的人 就是本官 九皇子在大洲被人欺负 本官一直袖数旁观 想必九皇子 一定恨死本官了 如果他登机 本官就是第一个掉脑袋的人 大人 九皇子宅姓仁厚 并不会定你的罪的 为之今天差点被女皇定罪 还是九皇子替我求的情呢 竟有此事 竟有此事 快说 到底怎么回事 是啊 原来如此 红秀 本官带你如何 大人带红秀恩重如山 这些年 红秀能保住清白之身 也全靠大人的庇护 本官让你 请九皇子来一趟天香阁 你把这个 给他扶下 大人 这是何物啊 这是极乐和欢散 本官要你成为 九皇子的女人 待你们好事一成 本官立刻替你们操办婚事 然后 再奏请陛下 日后 九皇子要是登机了 你 就是皇后 红秀 本官这计划 如何 大人 红秀若能成为皇后 定不忘大人恩惠 先生 这是造办处 送来的婚服 你可以试一试 有什么不合适的地方 我们可以及时调整 不用了 我觉得挺合适 公子 婚姻大师不可马虎 这要是出了差错 丢的可是陛下的脸 轻啊 你怎么给陛下说话 你到底像着谁啊 公子 你和陛下马上就是一家人了 分什么彼此 莫非公子 你想反悔啊 先生 欺君之罪 可是要杀头的 谁说我要反悔啊 大丈夫一言击出 司马难追 若是先生敢反悔 就算陛下同意 末将这把宝剑 也不会同意的 我不想到皇后啊 是不是穿越者 这位面也太丢人了吧 公子 红秀姑娘 请您到天香阁一序 不行 陛下有命 你不可以再见这个女人 这是红秀姑娘给您写的信 她说您看了一定会去的 先生 今日你若敢踏出亲王府一步 末将教执行皇命 爷姐姐不要 陛下你糊涂啊 这个时候就不要朝三暮四了 闭嘴 我对陛下一往情深 心里再也容不下任何人 但是我是真的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要去见红秀 如果你想动手 细听尊便 先生 你若再执迷不务 我就要进宫禀报陛下 你好自为之吧 什么 他居然去了青楼 陛下 诸葛卧龙 宁可去青楼私婚 也不愿入宫陪王半嫁 这简直是对您的大不敬 理当问罪 朕不信 去去青楼女子 岂能让先生念念不问 微臣听说 青楼女子擅长房中之术 不知诸葛卧龙先生 是不是被红秀的房中之术所迷惑 好 来人 替朕更衣 朕要亲自去婚婚 这红媚女子的归中之术 公子 臣妾跳得好看 没意思 动作绵软无力 没有一点机器 你的服装呢 又太过老气保守 带给不了人一点新鲜感 公子你胡说什么呢 我们小姐的舞蹈 可是全京城最新潮最好看的 我就不信 这世上还有人跳舞 比我们小姐跳得更好的 有本事让我们见识见识 好啊 小姐 你看他身上 就挂了几块步 听得那么扫 太不要脸了 屁股都露出来了 好了 不要再看了 说让人间出去 小姐 人家还想看吗 不行 我和公子 还有事情要生意 你先出去 多谢公子 红秀今天算是长健身了 看了这些舞蹈 红秀也明白了 未来要前进的方向 红秀 敬公子一杯 这是极乐和欢散 本官要你成为 九皇子的女人 爱你们好事一成 本官立刻替你们操办婚事 然后 九皇子要是登基了 就是我 红秀 敬公子一杯 姑娘 本公子今日来 不是跟你喝酒跳舞的 你信上说的人在哪 公子若是喝了这杯酒 红秀就告诉你 好 公子 您喝醉了 让红秀服侍您可好 陛下 臣愿意为陛下 鞠躬尽瘁 死而回忆 是吗 那就随朕来吧 陛下 陛下 你们神 滚出去 陛下 陛下饶命 陛下 先生中毒了 说 你跟先生下了什么毒 陛下 明女只是仰慕先生 并无加害先生之意 而且我也没有给他下毒 只是让他喝了一点 喜乐和欢色 你交出解药 这可以饶不死 陛下 先生中的是世上最猛的毒 除了男女交合之外 无药可敬 陛下 明女愿意替先生解毒 将功补货 想得美 把他给我带出去 陛下 不然墨将 出去 朕 要亲自为他见你 莫非 你是人生国转世 连朕的将军 都想啃你一口 陛下 陛下 算你还有良心 心里念着这 曾经往后 你就是这一个人的 谁都别想把你 从我身边夺走 大事已成 本官的这条命自身保住了 肥黄腾达 指日可待 将军 就是他 就是他指使我给先生下药的 先生 你醒了 陛下 先生 台人 陛下 穿太医 陛下 卧龙先生体内的魅毒 经过阴阳调剂 早已散去 那先生为何 一直吐血昏迷 那是因为先生体内 还有另外一种歧毒 此歧毒 微臣从未见我 也不知该如何处置 请陛下责罚 退下 是 微臣告退 来人 将嫌犯压上来 罪臣穆天恩参见陛下 穆天恩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给先生下毒 陛下 臣也实所无奈 为了保住这条狗命 只有让红秀 去勾引九皇子殿下 红秀成了九皇子的人 能替微臣说句好话 胡言乱语 你分明就是想毒害先生 怎么可能啊陛下 微臣从来没有想过 要害九皇子 陛下 微臣精通下毒之术 能否要微臣 替九皇子检查一下身体 微臣一定能查出 九皇子到底是中了 何种歧毒 来 若医不好 别怪朕 祝你九族 是 陛下 九皇子之中的毒 是七星海棠啊 据臣所知 这七星海棠 乃是大洲宫廷之物 陛下您看 九皇子脖子上这道伤 就是中毒所在之处 若能查出 是谁所伤 此人 便是凶手 陛下 此上为叶将军所为 什么 叶云何在 末将参见太后娘娘 以按您的吩咐 让诸葛卧龙 身中七星海棠 干得好 叶将军 哀家果然没有看错人 这是进军的军令 从此就由你指挥 谢太后娘娘 启禀太后娘娘 诸葛卧龙 身中七星海棠 已经活不成了 好极了 启程 艾家要去送她最后一场 不用了 太后想见微臣 微臣怎敢劳烦大家呀 所以微臣前来亲自见太后 陈渊 你没中毒 叶将军 你敢背叛太后 末将这辈子 只忠于陛下一人 来人 将他们拿下 建军军令在此 还不退下 好啊 你们竟敢合起来 欺骗哀家 就是为了进军的军权 母后 当你第一次 有谋害先生念头的时候 你就已经输了 先生给了你一次次 悬崖勒马的机会 你不珍惜 反而一错再错 哀家何错之有 诸葛卧龙狼子也信 妄图独占陛下 不读我纳州的后宫 这种人 千道万寡也死不足惜 陛下 瑞尔是哀家 为你精心挑选的皇后 她大方得铁 贤良输得 坐镇你的后宫 那是万民的福气啊 母后 朕 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来人 相太后 送入大象国寺 一样天年 其余一干人 全部打入地牢 听后发露 是 陛下 陛下饶命啊 陛下 走 陛下 瑞尔 太后娘娘 瑞尔 太后娘娘 瑞尔 以这儿大洲江山 作为家主 与先生共治天下 不知先生 是否愿意 陛下 不准叫我陛下 阳尔 娘子 吴皇万岁万岁万岁 万万岁 夫君,如今天儿已继位五年,颇有剑术,那我也可以放心了。 明空虽然穿越而来,但是能与你相伴无事与在,也算是人生一大行事。 我居然回来了,我还比年轻了,这,这是何处啊,相公原来是来自这里,相公的法器,他们人人都有, 因为我们的傀償,这也不想出来,我居然是在内面提醒, 也可能是来自不去受这家人用的时间, 所以我所说的行为窟货争货金子。 它是在 Raad家里连来自这一位,